他是龙谷山最后的一位紫袍天师 今天有人直播扬言要来打紫袍 他以我一个要相信科学 一手一个雷法 此刻青云山下 一位闪电舞节边的马师傅 前来踢馆开口就要挑战紫袍天尊 更是开启了直播 说今天给大家整个狠狠 帮大家打打假 听到有人要打假紫袍 直播间人气瞬间破译 男人怒喝麻溜点 去喊你们天师出来挨打 道同让他消消气 有什么话好好说吗 不要动不动就挨打 结果被男人一把推开 他可是闪电舞节边的极大成者 更是七十公斤的自由搏击冠具 道同连忙阻止让他不要去送 万不可冒犯了三清殿的天尊 男人变本加厉 说他可以不上去 不过必须让天师下来喊三声我输了 此话一出 直播间节目效果当场炸裂 嗨 我就知道国术是假的 还比不上马老师的闪电舞连边 铁支门一把火箭 老子现在去到冠里将人拎出来 而就在这时地面开始震动 一道大道之音响起 悬门清修地 羞得放肆 一道人隐身穿紫袍出现 我青云山向来与人为善 不知这位居士 来此意欲何为 见到紫袍帅出天际 直播间纷纷路转粉 山下一群女孩更是直呼受不了 其美们我看破红尘了 他问道青云山可收女修士 一群男士却火冒三丈 一个倒是长那么帅干嘛 男人被紫袍看得心中咯噔了一下 紧紧对视了一眼 心里竟然有些发慌 这踏马的不会遇到得很差吧 听闻天师道横高深 博树无双 今日想掌掌见识 开开眼 紫袍天尊让他可以回去了 博树自己并不回 你开什么玩笑 堂堂一代天师不会博树 你难道只会吃干饭了 居士说笑了 我一个清修之人 没懂什么武艺 那些只是传闻而已 不行来都来了 岂能让你三言两语打发走 紫袍天尊开口道 竟然你执意如此 不如我们比点别的吧 说吧 他便是起手傲务 雷起 掏 这什么鬼 扑手搓闪电 紫袍天尊开口提醒他 居士小心啊 他一直指出 一道天雷滑落 男人被吓得只喊卧槽 放给一声 整个人衣服被炸裂 不过人却丝毫没事 闪电并未伤害他 平道财书学浅 只会些许违法 还望居士指教 指教个屁 这一下要是直接打我身上 还不得立马迹了 男人猛的跪屁 天师饶命 弟子知错 只要您肯原谅我什么都愿意做 居士 我还是喜欢你一开始桀骜不驯的样子 往后每年 你和团队来打扫山门 记住啊 山下一群人疯狂冲山 都想与紫袍天师结个善缘 道童却将人阻止 大喊道各位等等 你们还没买门票呢 叮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击败挑战者 获得奖励呼风唤雨 不知道这奖励 与我才得到的雷法相比如何呢 他一口一个相信科学 抬手就是一记雷子 今天紫袍天尊迎来的第二次打击 他再度一口一个相信科学 下一刻转身拔剑飞升就要去天上亭雨 男人叫秦浩今年刚毕业 与大多数人一样 是个996的社畜 每天加班25小时 最终被资本家炸成了人干 不幸在公司猝死 而当他再度睁眼时 竟然成为了青云山第106代紫袍天师 闻下弟子琪琪向他行礼 不过很快就有弟子发现了端倪 议论着天师为何总躲着他们 匿名师兄解惑道 这或许就是高人吧 谭浩记忆中紫袍天师可都是呼风唤雨的存在 他现在什么都不会 不得每天拱着 然而在一云年后 他慢慢地接受了平凡的自己 而就在他即将露线射死前 系统终于出现了 丁 恭喜宿主成功绑定超神天师系统 只要完成任务便可得到各种奖励 虽然看上去很不靠谱 但他也得试试看 所以接下来的日子 他每天就是帮游客拍照打卡 给小道童们讲解修仙之法 把三清神像清洗的发光发亮 终于在完成一系列任务后 系统奖励了他太平武器局 好在系统没有骗他 他也从一介普通人变成了 飞檐走壁的紫袍天师 这一幕被弟子看到后 之前的师兄笑道 看吧我就说咱天师是深藏不露 前有太平武器 绝每天都在自动修炼 现在又得到了法术呼送唤语 这天师的位置已经能坐得稳了 但这还远远不够 他现在才练起一策 还得加强一下 在谭浩闭关的时间里 连连暴雨 多地出现了洪水 最近一直在闭关修行 也不知道外面怎么样了 这是一名小道童来禀报道 天师 最近多地发生水灾 村民拜神祈福求平安 还有人问咱们可有亭雨之法 秦浩也是没想到自己闭关这段时间 竟然发生如此水灾 村民们都求到他这里来了 他怎么也得管一管 走吧 随我去三清殿 此刻的三清殿内 无数村民都在祈求神明亭下暴雨 更有电视台来直播报道 多日暴雨造成了一死 29人受伤 当地村民来到青云山万名奇悦 观看之人纷纷在讨论这紫袍天师 为何到现在还没有出现 更有一些喷子直接开始重拳出击 记者报道道 自暴雨后新一代天师便闭关了 许多观众纷纷猜测天师是故意躲藏起来 道童说你怎么能凭空捏造 污蔑天师 一名老妇人哭道 他平日供了那么多项目 求求三清显显灵霸 这时一声天师驾到响起 新一代的紫袍天师走了出来 村长当即下跪 求天师救救村子吧 秦浩将村长扶起 平道今日出关 便是为大家解纳而来 说吧 他便接过了宝剑 平道最近习得一项新的神通 能让这雨停下来 记者却是开口道 气象台预测暴雨还会连下数月 这紫袍天师想做什么 后面的摄影师直接架好了机器 准备当场直播打假 谭浩看着暴雨清得了天 体内真圆冲突 就市长呼风唤雨让诸位见识一下 他一口一个相信科学 一脚一个玉空踏步 就在刚刚电视台来直播打假 他这位紫袍天师 秦浩手持八卦宝剑 便准备出山门停雨 却把电视台记者看得一愣 这个年轻的天师 真要在镜头前搞迷信那一套 一群网友更是直呼 青云山紫袍天师他房现场 大家快看 也有一些剑谈号用过雷法的网友 说道 搞不好这位天师还真有点东西 秦浩却在等系统任务还没来 那就只能主动试试显胜有没有脚力了 下一刻脚下八卦可按浮现 他一步一脚印登上续空 口中道法念念有词 经转欲毁 天云散开 迎货降锐 雨晨静暗 电视台直播间人全体骂了 除了卧槽就是666 秦浩抄出八卦宝剑 开口道 以我神剑 风雨退散 一道金色剑光 从青云山直射而出 一度穿破了大气层 黑压压的云层被一箭破天 而暴雨在这一箭下停了 现场围观之人 知道已经无法用科学解释了 直播间 一群弹幕纷纷弹出 这合理吗 兄弟们脸现在疼不疼 牛叉呀 能穿紫袍的果然不一般 村民们纷纷喜悦大海的天晴 雨停了 秦浩从高空中徐徐落下 村民们纷纷跪谢天师大恩 一个八十岁的老太 更是想把闺女介绍给天师 韩浩让众人不必如此 诸位来青云山供奉乡舞 他出手庇护平安理所应当 看着一个个都要介绍闺女 秦浩委婉拒绝 出家人是不结婚的 大家理解一下 还有老爷子 别往我兜里塞钱 这是行坏 天师您好 我是电视台记者李泱泱 请问您刚才用的是什么法术 秦浩对着镜头道 大家要相信科学 这一切都有科学依据可以解释 踏马的你欲空而行 却告诉我要相信科学 牛顿的棺材板要压不住了 记者李泱泱也让天师不要开玩笑了 这可是全国直播 秦浩说没开玩笑 空气中有杂志 他立即大点踏空而行没问题吧 他嗓门大点 一口气将雷雨震散 也没问题吧 更不用说剑 是跟大号激光比吗 这把直播间的人忽悠的是一愣一愣的 有的更是当场物了 道理他们都懂 但是这是人可以做到的吗 说罢谈号直接转身离开 记者李泱泱问摄影师刚刚的画面都拍下来了 放心 包括天师出手 驱散暴雨的每一帧都录到了 行 这样跟领导就好交代了 以后或许官方会来与他合作 秦浩看着系统奖励 恭喜宿主人前险胜成功 驱散暴雨天灾 奖励香火值加四万 天师剑翠零加五 极品仙鹤蛋加一 他猜得没错 有时候也需要他主动出击 商场买点东西 悬门福禄有点小贵 但里面都是福禄用的 这个必须买 还有配套的福禄 福纸 福笔 都得安排上 这样的一套装备 才是一代天师应有的标配 接下来就是直接吸收了 果然 福禄知识全在大脑里了 这简直比传说中的量子波动速度还要方便 做完一切 他看向了手中的天师剑 这不得把宝剑 翠零到家五 男人一口一个科学 一手一道雷子 抬脚就是虚空踏步 但万万没想到孵化出来的坐骑 却是一脸昏痒 就在刚刚秦浩拿出八卦宝剑翠零 抬手便将剑一粒虚空 家五的宝剑瞬间变成了飞剑 一群道童看到 纷纷讨论着 看吧 我就说咱家的天师不是人 下一刻秦浩将剑收回 这不得起飞了 以后翠零到家十二还不得一剑破虚空 接下来秦浩便打算看看 系统奖励的这颗仙弹是个什么玩意 灵晴弹种可孵化出极品仙鹤 会付出那东西 丁 发布新任务 绘制一百张符录 完成孵化 这不巧了 他刚刚才对话了符录大拳 系统没要求符纸的品质 那他自然是画最简单的 很快朱砂几笔落下 一张定身符便完成 现在符纸是画出来了 不过第一次总得验证验证一番 这时一旁的小道童 发现刚刚的小伙伴已经跑了 秦浩对着门外挥了挥手 说看够了吧 现在过来 给你近距离接触一下 这个呆瓜 你没听到天师要是新玩意吗 还好自己跑得快 小道童行礼拜见天师 下一刻却被秦浩直接拿来做实验 一张定身符纸接贴了上去 看到效果秦浩很是买的 不错不错 这定身符果然能让人变得如同雕塑一样 秦浩将定身符解开 果然小道童瞬间恢复 而作为本次实验的小白鼠 秦浩奖励他今晚可得一只烧鸡 随后他准备今夜加班爆肝 画购一百张 迎接他的小仙鹤 一天后 秦浩总算搞定了一百张符纸 叮 恭喜宿主完成绘制任务成功率百分之一百 极品仙鹤弹已孵化 下一颗鸯弹果然出现了猎物 一只鸡爪破壳而出 秦浩满脸期待 也不知道出现会是什么样子 突然猛的一只白毛小鸡在冲出 秦浩都被惊出了表情包 仙鹤就诊 早知道还不如让他烂掉在鸟壳里 听到这话小鸡当场就不乐意了 秦浩一直将气戳翻 所谓的仙鹤就这个样子 也太寒扯了吧 小鸚子再度遭受到人身攻击 当即做出反抗 实力不够 那就只能道具来凑了 看看这两个奖励 能不能让你支棱起来 摆脱坤化 男人一口一个相信科学 下一刻转身架和吸取 结果被空中的客机当场撞见 就在当当秦浩给了小鸚子一道灵器 当小鸡仔做了一波电击礼疗 彻底摆脱了坤化 成为了一只名副其实的仙鹤 秦浩看着这玩意才能成为神兽 之前那是什么鬼 以后就叫做小白吧 小道童询问天师 这仙鹤能带人飞行吗 秦浩笑了笑 这有何难 小白露点本事给他们瞧瞧 下一刻一道刺眼的金光乍现 仙鹤比刚刚大了三倍 秦浩开口道起飞 刷的一声 仙鹤以百米三秒的急速起步 小道童疯狂呐喊 天师飞升了 驾鹤西去了 无狐这才是飞翔的感觉 他让小白再变大一些 这一下彻底变成了一只剧情 很快秦浩便看到万米上飞行的客机 客机内一名小女孩开口道 妈妈我看到了一只和飞机一样大的鸟 妈妈笑了笑 傻孩子世界上哪有那种鸟 一瞬间 客机内疯狂了 道理我都懂 可那只鸟为什么这么大 一群人纷纷开始拍照发朋友圈 有的更是讨论着这鸟烧烤不得请一个村 一位东莞七次郎的小伙更是开启了直播 一群人纷纷开始打假 说这是3D技术伪造的 不过有眼尖的网友认出仙鹤上的人 他娘的 这不是青云山的紫陶天师吗 客机里的乘客当场沸腾了 上一次在网上看不知真假 这一次成为了目击者 到时做客走进科学怎么低也得采访了十级八级 秦浩也注意到了 好像引起了不小动静 竟然如此小白那就来剥骚的 时空神鹤血脉 空间跳跃 卧槽 什么情况 露出鸡脚直接不装了 当场消失 秦浩夸奖小白做得很不错 这剥装屁满分了 这一顿空间跳跃 足足跨越了50公里 这才是天师下山的标配 下一刻突然秦浩一惊 看着下方山里中散发出阵阵邪气 这不来了剑 专业对口的事情 那个天天喊着相信科学的男人终于正常了一次 这次仅仅是当着500万的直播间 用皇子将人硬生生从奈何桥给拎回 就在刚刚秦浩感受到一股阴森之气 不过气息很快便消失 这只能说明那东西在故意懂着他 他也不知道下面的怪东西的底细 所以还是先行离开 等准备充分了再过来探究一番 上一次打假天师的张通 现在天天在青云山直播 每天挑战两小时打扫完1200个台阶 他没想到上一次的热度还没退 直播间到现在还有500万人在观看 而这时山脚下一人跌跌撞撞喊着救命 张通扶住了男子 问道兄弟到底怎么了 你把话说清楚一点 弹幕纷纷议论着 很多人都让直播去叫天师 张通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 立马便想去请天师 而这时一道紫袍人影出现 开口道不必了 我已经感应到了 张通开口道 是要先打电话报警和叫救护车吗 秦浩查看了一下 伤势过重 就算现在立马送到医院也凶多吉少 此话一出 让众人顿时不知所措 秦浩说急什么 送医院来不及 我又没说就不了 下一刻直播间疯狂发弹幕 快看 那个男人要出手了 也有些键盘侠开始质疑 都什么年代了用符纸救人 别搞笑了好了 丁 触发新任务拯救受伤村民 完成后将解锁下一个阶段 竟然是连续任务 看来造成这个人受伤的受潮并不简单 正好试试刚化好的治疗服效果如何 见到伤口肉眼可见的愈合 直播间瞬间炸裂 这不得给天师刻一杠 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不用停了 村民片刻后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身体已经不再疼痛 连忙感谢天师大恩 秦浩让他说说山下的寿潮是怎么回事 今天早上不知发生了什么 山中的各种猛兽全都冲了出来 附近的村子遭了压 好多人都死伤了 我拼了命才跑出来 村民跪求天师出手 救救山下的人 秦浩让他放心这件事他会处理 丁 阶段一已经完成 秦妥善处理寿潮 将获得奖励先天金光重 香火之家两万 发布隐藏任务 调查寿潮源头 将获得奖励天师的小菜园加一 先天葫芦种子加一 秦浩开口道 去叫静玄等人去大殿 很快身穿红袍的静玄道长出现 询问天师可有应对之法 秦浩忧心忡忡地开口 守卫青云山责任重大 仅靠我一人恐难以为己 所以这次就由静玄 你带队下山除兽套吧 天 天师 这不妥吧 我这老胳膊老腿的 妖兽一尾八子都可以把我抽死 怕什么 过来 我给你看的好东西 这是金光符 念动法诀便能召唤金光护体 静玄默念口诀 天地玄宗 星光庇佑 果然有效果 但下一刻整个人愣住 因为秦浩手中拿着长剑 开口道他想劈劈 看世事金光符的防御效果 男人一口一个要相信科学 今天终于开始教别人科学修仙 当着全国十四亿人直接黄服祭天 这效果放到哪里都是相当炸裂 就在刚刚秦浩批出一件 验证静云道长金光符的橙色 八十多岁的静玄差点被吓得英年早逝 秦浩无情乱态 你好歹是个红袍道长 这点小场面就怕了 静玄看着被震断的绑剑 自己果然没事 天师出品必属精品 金光符牛批 秦浩又掏出了神速符与大力符 给其他道童试试 一名八百斤的道童使用神速符后 感觉自己飘了 现在博尔特来都得喊一声 擦 大哥 另外一个十六斤的兽的手举大力 说现在见到项羽都得喊一声匹夫 秦浩让他们收敛一点 这才刚刚开始 随他去山门外 他还有其他符路要展示 静玄看着秦浩 这一代紫袍天师通神了呀 来到山门口 秦浩再度掏出两张符纸 让张通为大家掩饰一番 张通看着水火符 说到难道普通人也可以使用吗 管他的暗天师说得准没错 兄弟们 今天给大家秀一波 见证一下 青云山紫袍天师的橙色 下一刻张通便大喊 我炖好火球之术 水炖水龙潭之术 直接将刚刚的大气盘炸成粉末 直播间热度再度炸裂 有人说牛顿的棺材板 算是彻底被天师用水泥封信 刚经混凝土直接焊死 竞选也开始飘了 有这些符路去到哪里不是大哥 不过这次下山平息受潮 天师我们人多 但这点符路有些不够啊 秦浩直接拎出一个袋子 几百张你跟我说不够 祸槽 里面全是 天师您还是人不 张通却开口问道 天师你不打算亲自下山吗 秦浩缓缓开口如果情况允许 我当然会前往 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顿时他自带正义之光导 因为 我马上就要闭关突破到注击器了 直播间直呼离谱 这玩意还没注击 以后还不得上天 秦浩不再多言转身便离开 事情他已经交代了 希望别让他失望 竞选拱手 我这就去安排弟子们下山 此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张通开始盘算着 自己与天师约定的期限到了之后 能不能跟天师商量一下许约 就算是留下来打扫厕所也可以 半日后青云山村 村内已经被妖兽占据 道童们纷纷出手 黄福根不要钱似的 避人至少贴好几张 有着外挂的加成 妖兽在其面前也就不堪一击 而这时突然一只巨爪袭来 一道红色残影出现 一击将巨爪震退 一只巨虎散发尖利獵牙 露出腥红血眼 都让开 这老虎不是你们能对付 红袍竞玄道长准备单条虎王 下一刻他脚下生风 使出了自己的成名绝技 阿产 贴着大力服役拳递出 猛的一劈 直接将虎王给击飞 震得虎王口吐细瓜枝飞出数十米 不愧是竞玄道长 就是威猛 低调低调 道长平日就刻苦练功 有了天师的俘虏加成 可谓一绝 一道正义之光自己向着他扑面来 竞玄开口道 幸不辱命 最后一只妖兽已铲除 我们该回去复命了 今天会滑铲的红袍竞玄道长 遇到了职业生涯的滑铁 青云山道长竟然被熊大啪啪打脸 就在刚刚红袍道长一记滑铲 直接出名 便是抬过来采访他 道长请问一下 您是如何用一记滑铲空手机杀剧 竞玄开始装了起来 老夫只是比别人多休息几十年而已 红辈师兄也可轻易做到 记者感慨到青云山果然卧骨藏龙 竞玄却想着回去的跟天师多要几张符纸 不然根本装不下去 而就在这时意外情况出现 一只漏网之鱼的黑熊开始袭击人群 道童连忙提醒大家疏散逃离 此刻一道红袍出现将黑熊拦住 开口道区区黑熊 不足为据诸位莫荒 且看我竞玄道长如何降服 有天师符纸在天下我有 黑熊内命来吧 结果人家黑熊懒得毕毕 直接动手就是一个大笔都赏了过去 竞玄问道怎么样被打脸疼不 竞玄让众人小心点 这头熊力大无穷 打脸老疼了 突然又是一道红袍出现 来的正是竞玄师兄 他一脚蓄力 猛的一个百米加速 一瞬间便来到了黑熊的身前 直接丢出了一道定身符 扶纸刚一接触黑熊 黑熊请客间便开始实话 竞玄大笑 小小黑熊轻松拿捏 诸位危机已除 收尾回山吧 一群道童却疯狂地提醒着 竞玄道长小心啊 竞玄猛地回头 被吓了一条 黑熊这一次 居然蓄力扇了一巴掌 竞玄直接被抽飞了几十米 差点当场飞升了他 赶紧掏出了治疗符 他奶奶的无量天尊 师兄弟们 大家一起上给我干他 顿时一群道童 各个猛得一批 大喊着 得罪了道长 你今天走不了了 黑熊受到挑衅 刺激此刻更加的暴露 一爪子直接握住 刺来的长剑 又是一爪子 连人带攻击 全部震飞 竞玄站了出来 大喝畜生 今天这两子算是结下了 打我师兄干我弟子 今日就让你体验一下 什么叫冰火两重天 一冰一火两道灵力 直接击中了 嚣张无比的黑子 中央一套 更是开启了现场直播 大家快看 提倡相信科学的 青云山道长们 正用神通在与妖兽搏杀 一群吃瓜群众 纷纷吐槽 这让他们怎么相信科学 更有人说道 这哪里是什么妖怪 这是道爷想开婚 吃点熊掌 也有人笑道 道爷会法术 谁也挡不住 此刻青云道 同弟子全部出手 直接让黑熊体验一把 青云山特色服务 冰火两重天 下一刻意外还是出现了 黑熊在冰火攻击下 不但没事 而且变得更加的凶猛 静旋被吓得当场裂开 什么 攻击跟挠痒痒一样没效果 该不会是这头妖怪 灵阵突破了吧 糟糕了 这黑熊实力提升了 普通福祉对他的效果变差 大家快准备 新一轮的攻击 与此同时 秦浩开始了闭关突破 距离突破 紧一步之遥 他开始运气 凝神 下一刻成形 他猛地睁开了双眼 筑击成功了 他看着手中充沛的灵力 这便是踏入筑击后的感觉 这就很润了 他将手中灵力弹出 小道童看着一道金光 从头顶快速划过 砰的一声爆炸响起 秦浩起身出关 小道童看着被一指冻穿的香炉 开口问到天师 您是开了挂吗 那个让人相信科学的男 当着全国网友齐鹤下降男了 全国网友看到天师到来 纷纷评论优雅永不过时 就在刚刚系统提醒 山下兽巢清理完毕 宿主获得先天金光咒 香火之两万 秦浩之道竞选有福祉辅助 速度果然快了许多 下一刻他便想看看 这新得到的先天金光咒 是什么东西 催动咒术之时 顶级金光护体 驱邪萧碎 万法不清 非金丹之力不可破 修为突破后可升级 看着介绍 此幅有护体效果 而且至少要大自己一个大境界 才能破开 这不就是妥妥的同皆无敌了吗 这防御手段有了 那就该加点攻击力了 突然秦浩猛的疑乱 万剑一念 非剑术的一种 以念运剑 一剑画万 非剑穿梭之间 取敌手及于弹笑之间 非剑这才是紫袍天师的标配 下一刻他手指一挥 想要试试效果如何 刷的一声 八卦宝剑化成一道流光 毅力在秦浩面前 秦浩抬手打出一个响指 嗡嗡几声响起 非剑一分为三 瞬间三柄宝剑 屹立在秦浩头顶 果然这与分身剑一样 而且伴随着修为的提升 万剑齐发不再是貌 突然系统提示 山下刘家庄出现黑熊精 降服可获得奖励法器锻造大权 香火直加两万 看来这世界 真的有原生的妖精存在 而现在收到任务提示 那只能说明 竞选他们遇到了突发情况 他们现在的实力无法应对 这趟就顺便检验一下 刚学的技能威力如何了 下一刻他对着小白喊道 准备一下我们要出发 与此同时山下 黑熊已经陷入暴走状态 一群小道童被教育的灰头土脸 形势已经被逆转 青云山成为了防守一方 记者现场直播 现在情况不太乐观 道掌们好像被怪物压制 全国网友看着直播画面 纷纷议论不好 黑熊暴走了 而且你们看到 道掌们的金光开始消散了 此刻静风大口喘着粗气 他开口到师弟们 这是最后一张金光服了 我来拖住他 你们立马保护转移其他人 静玄大喊着师兄别做傻事啊 我们还有神速服可以顿走 静风开口不行 放任这妖物乱来 我们谁都走不了 你们速速去请天师下山 抱歉了 天师 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静玄想上去阻止 却被道童拦着 一群弟子纷纷落泪 静风不再担个猛的 一记滑铲冲去 黑熊再度抬起了 三百多斤的嘴巴 貌似在说来了老弟 静风一看大喊糟糕 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这时一道流光滑过 一记便洞穿了熊掌 静风愣愣地看着 这是天师的八卦宝剑 你们快看是天师来了 秦昊身心挺拔 骑着仙鹤下山门 溺立在众人上空 下一刻他猛地从空中下落 诸位辛苦了 接下来交给我来处理 你们好好休息 评论区看到紫袍天师出场 效果炸裂 疯狂输送弹幕 优雅永不过时 天师来了 这波稳了 这下子黑熊要老遭罪了 静风提醒黑熊已经成精 而且缺德的 动不动就扇嘴巴 天师小心 秦昊一看 两仪相生 万物皆显 聚而为您看样子 黑熊相当于 炼气八层的修为 不足为惧 他猛地踏出 无量天尊 修行不易 你若自行退去 平道便放你一条生路 黑熊好像听懂你般 拎着一辆阿尔法怒杂而去 秦昊看着对方说道 这可是你先动的手 大家都看见了 手中一道金光浮现 一掌便将怒杂而来的汽车停住 砰的一声爆炸响起 道童们纷纷为天师担心 竟然让他们莫荒 天师没事 爆炸过后烟雾散去 黑熊猛地一惊 区区微墨小树 也敢如此猖狂 秦昊挥出意志 一道先天金光骤开始燃烧 找死 必死 一个科学的男人 算是彻底不装了 当着一群水友的面骑 阁下江南 下山直接把 不可一世的黑熊给打哭了 更是了解来龙去脉 直击诡异源头 就在刚刚眼看 是黑熊先动的时候 天师一道金光符祭天 就要把黑熊送去西北 先天宝剑一分为六 秦昊隔空欲剑 打得黑熊连连后退 毫无还手之力 此刻的黑熊已经遍体鳞伤 秦昊开口道到此为止了 正准备为民除害时 黑熊竟然恢复了神志 口吐人言开口道 秦天师饶命啊 更是急得流下了熊泪 说到自己是被邪气蒙蔽了心智 这并不是他的本意 还请天师留一条生路 秦昊看了看黑熊精 下一刻宝剑瞬间 组成了牢笼架在黑熊脖子上 秦昊问他为何知道自己性情 蒙蔽心智又是何意 黑熊连忙开口道 他之前一直在青云山附近休息 当年天师灯位时 他在不远处看着 所以也就认识了 而蒙蔽心智之事 一百年前他发现了一条 灵气浓郁的山剑 靠着日夜吸收天地灵气 修炼有成 诞生灵智 但在几天之前 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山剑突然发生一点 从中生出一股阴煞之气 那股邪恶之气 竟然化为恶魔般的尸体 开始吞噬周围生活的生灵 一群野兽纷纷受到惊吓暴躲 才会引发此次的兽潮 至于他自己是在修炼中 不小心吸入了阴煞之气 才会变得无比狂暴 要不是被天师宁打醒 还不知道自己造了这么多罪业 天师宁想一下 我都踏上修仙之路了 若不是被邪恶影响 何必出来招惹是非呢 秦昊回忆了一下 难道这阴煞之气 就是自己前段时间感受到的气息 竟然开口提醒 天师虽是这样 但若是直接放了黑熊精 恐怕大家多有不服 你看此事该如何是好 黑熊精 本座念你出犯未伤及人性命 且与玄门有缘 今日可愿入我山门拜我为师 戴罪立功 造福于名 黑熊听到后 眼泪瞬间止住 露出了一个清澈智慧的眼神 弟子黑熊 拜见师父 疯狂磕头将水泥露都给磕裂了 竟然开口道 天师英明 香火之家二万 秦浩让黑熊起来吧 日后切莫忘了多行善事 好好修行 一群水友直呼内行 妖怪说收就收 这番操作看着一群女流氓 是口水止不住的人 纷纷说出捕狼之词 想晚上帮天师暖床 静虚过来询问天师 之前打晕的动物该如何处置 无量天尊 那些隔屁的就做场法式超度了吧 剩下先看管起来 我去源头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小白 走 去之前那片地区 秦浩虚空踏离而行 开口道 马上来 就这样一人一雄一鹤出发了 记者立马抬起机器 捕抓着震撼的画面 女记者对这天师越发的感兴趣了 她决定要去深入了解对方 不多时秦浩便来到 充满血煞之气的山谷 小黑一脸恐高开口道 师父我们可以下去了吗 我晕尽 秦浩看了一眼说道 那你可得抓稳了 随即小白就是一个俯身百米加速 落地后黑熊开口道 师父下次我能补张战票吗 秦浩打量着附近 看样子这里就是那阴煞之气的来源了 果然里面有大凶之物啊 小黑子你辛苦一下 跳进去把怪物引出来 你皮糙肉厚的害怕是几个意思 再说了为事不是在这吗 黑熊最后还是同意了 猛地跳了进去 大喊着师父有危险一定要先救我 结果赶进去差点脱了 这位到三个月不洗脚都没这么丑 下一刻小黑子猛地一惊 不对劲 绝对不对劲 他疯狂大喊着师父救我 山谷里一道道邪气凝聚的 恶魔猛地追击而来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道金光将邪气洞穿 秦浩欲见而出 开口道莫慌 有为事在 邪碎伤不了你分毫 今日紫袍天师彻底震怒 原来邪气是当年死后小日子怨情 至今依旧想入亲我大下境内 紫袍天师一掌破天引动九霄神类 他今天急灭敌寇宝家未博 也灭血碎出魔味道 就在刚刚一道道邪气化形 向着秦浩而来 这把小黑子吓出了鸡叫 让师父快点出手镇压 秦浩看着邪气的怨气 所化的鬼心 这浓郁程度有几十上百年了 这应该是当年那些小日子的怨灵所化 眼看这些小日子 在大下境内竟还敢拔刀 秦浩当场震怒 其首饰便是 雷法傲义 一道掌心雷从手中击射而去 一击便将小日子给批的外交灵 一人一雄静静地看着被批中的邪气 小黑子紧张开口道 师父那些小日子还没死透 要蹲入水里了 秦浩让他淡定 先让天雷飞一会 不给他们一点时间叫上兄弟姐妹 怎么把这些脏东西一锅端了 小黑子顿时误了 开口道 师父这招妙啊 下一刻秦浩将掌心雷变化成为我 瞬间将整个沼泽笼罩 此刻他口中念念有词 雷霆号令 急如星火 八方威神 使我自然 灵宝扶命 五告九天 钱罗达难 动荡泰雪 斩妖负血 杀鬼万千 凶慧消散 盗气长存 使我真远 上瘾天雷 乌云汇聚 使动雷灵 小白告诉小黑子天师要动促了 这是五雷罩 不远处的城镇里 很多人都看到了这奇异的一幕 天空之中血云聚而不散 仿佛在天空再流血一半 星云山静旋看到这一幕 他有些怀疑天师难道是在杜结飞升吗 秦浩周身雷光环绕 仿佛下凡仙人 他大喝一声 妖魔斜碎 受死吧 天空霹雳一声 一道真天师五雷壮 猛地落下 直接劈向被雷网围住的沼德中 一声声阿希吧 惨叫声在水中响起 秦浩手中一握 用雷网将那股斜碎之气给困住 小黑子这才问道 师父那些小日子彻底解决了吗 这些怨灵已经魂飞魄散 勇士不得超生 算是他们应得的暴雨 忽然他们发现水里好像有东西在发光 小黑子说到体力活让他来就行了 呼通一声 三百斤的炸弹直接跳入水里 他来到水底发现竟然是一个木头 刚想拿起 大意了 在水里把熊腰子给闪了一下 最后还是仙鹤将其捞起 他没想到一个木头而已 差点要了他的熊腻 秦浩笑了笑 原来是一根千年阴沉木 难怪那些怨灵会躲在这里 这块木头可是上等法宝材料 还有这棵雷基木也顺便一起带回山去 有了这两样东西 应该可以做一些护身法器给弟子们了 小黑子一听他也有份 立马露出了小鸡爪 三天后 村民们齐聚在青云山 纷纷来感谢道长们解决了寿潮 要不是天师们出手 团成三千年的老村子就毁了 进风大孝岛 都是天师教导有方 大家不必如此 有空多来上香就行 此刻秦浩正在房间内 他正在刻画着符文 很快他长输一口气 写个字还真是个体力火 一块用朱砂笔雷基木 刻画而成的一阶法器子雷令顺利完成 一腿一个相信科学的天师 今天要被带回局里喝茶 警员更是拿出了确凿的铁证 天师却开始狡辩道 图可以屁 视频一看就是合成 再度呼吁大家要相信科学 别被花花世界所蒙蔽 而就在众人被忽悠的一愣一愣之时 小黑子突然出现开口道 师父老摸想吃鱼了 就在当当秦浩用雷基木刻画出了紫雷令 当场开始验证成色如何 这效果他很是满意 紫雷令不能伤人 但对付妖邪之物却是完全不在话下 而更强的五雷令是三阶法器 这威力就要厉害许多 这东西暂时还不能下发给弟子 秦浩让道童拿一下紫雷令给靖玄道长 近日阴煞之物暴动 厄运缠身 让他发给上乡的村民们辟邪 秦浩立马开始查看起 完成热物后的系统奖励 他打开系统面板 先看看小菜园咋样吧 秦浩看着这不是开心农场吗 两名弟子在后面偷偷议论 天师是在玩手游了吗 一名弟子开口道 你懂条毛 天师是在参悟大道 这时秦浩只肩突然顿住 他瞬间误了 原来是靠意念操控 下一刻他意念合一 隔空操控着井中之水 喷涌而出 不错 灵气充沛 与一般的繁土完全不同 你看吧 我猜得果然没错 井对应其 有死转活 乃是天师破局了 只是没想到天师光脑海里 下个棋都能影响到事 真是神人啊 随后秦浩又掏出另外一件东西 先天葫芦种子 他将其栽种在地里 心想这东西七彩配色 该不会种出七个葫芦娃吧 栽种完秦浩用井水帮其灌溉 他对这颗种子很是好奇 希望种出来的是惊喜 千万别是惊吓 与此同时 青云山下了 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正是井元与科长 上头借着反欺诈行动的名头 非要他们来探探天师的虚实 道童询问道 两位上香请在前面排队 井元掏出了证件 开口道 有些事情要向秦天师了解 还请让他配合一下 道童带路让两人跟他去三清殿 很快道童禀报 天师有井元想找你 秦浩作一开口 无量天尊 不知二位找我所为何事 秦天师 我们就直说了 最近关于你的神通闹得满城风雨 请问网上消息是否属实 秦浩开口道 他只是一个修心的道长 无太明白什么是神通 下一刻科长掏出视频 问道据我们所知 你的福禄可以让人变得嘎嘎吗 这可为真 秦浩笑了 福祉只是一种心理暗示 打铁还须自身强 这消息绝对是谣言 这种影响青云山声誉的行为 请务必严查 好的 秦天师 谢谢您配合工作 我们问完了 这时景元却再度掏出了几张图片 叹气 开口道 现在的辟图效果实在太强 都能以假乱真了 这该不会都有人信吧 景元听到天师满嘴胡话有些脑木 科长连忙指住让其别为难天师 秦浩再度开口 让众人要相信科学 这世界上不可能会有妖怪这种东西 结果下一刻一道声音响起 师父 我抓了好些鱼 你要不要尝尝 正是小黑子下水捉了一些鱼 想来孝敬师父 一群相克看清后 发出了大喊 有妖怪啊 小黑子这才意识到好像闯过了 一个六烟直接消失 这让秦浩满脑子黑鲜 这下好了功亏一篑 他连忙狡辩 不好意思让各位受惊了 刚才那是青云山新增的特色项目 只是一个皮套而已 大家不要当真 一口一个相信科学的天师今晚终于下场 而目的就是报道中的闹鬼医院 就在刚刚天师秀中的五雷令不小心掉落出来 瞬间五雷令被激划 一道道雷电声响起 一群人看着外面的平地一声雷纷纷掉落冷汗 景元直接抓住了天师 问他这下还要狡辩吗 天师让众人莫慌 要相信科学 这不过是魔术而已 不信他再来一次 说罢帘子就掉落下来了 更是伴随着一阵刺眼的光芒 下一刻一群人傻了 景元和天师都不见了 此刻景元被天师带到了后花园 天师让他冷静点 这位警官 我知道你们来无非是想探明我的态度 对此我只能说我这人就喜欢在自己的小鱼塘里宽呼 外面的是不会主动去牵扯 你懂我意思吗 解释完 天师递出一张手帕 道歉刚刚无理之处 还请多多见谅 下一刻秦浩就是一声惨叫 女警开口道 天师的想法我会禀报给上级 但是你刚刚的行为 网大的说可以算袭击 这件事还没完 片刻后科长找到了小鑫 车上科长开口道 看来天师还是英雄难过美人观了 竟然知道了天师的态度 也没必要再去为难人家了 还有人家也算是一表人才 保持联系 继续发展了 小鑫想了想 天师帅气也就那么一点了 秦浩看着手中的牙印 一脸无奈 这丫头是属狗的吧 随即她手中一道金光闪现 秦浩知道是时候研究一下 这阴沉目所知的养魂环了 有了这皱纹与倒印的加持 养魂环应该足够承受普通的鬼魂了 想了想养魂环如果培育鬼魂 她还是小有期待的 不过现在她需要寻找一些闹鬼的地方 说不定还能遇到一些更合适的 很快她便锁定了一个地方 传闻中有脏东西的龙广 第三一月 天黑时 秦浩来到青云山门口 打了一辆出租车去城南 司机开口询问具体是城南哪个位置 秦浩换成便装开口道 第三医院知道怎么走 这话让司机吓了一个机灵 说到兄弟大晚上的别吓人好吗 那地方可不兴趣 据说战争年代时被小鬼子占用了 死了好多人的 最近听说时不时还会发出怪叫声 秦浩说自己知道 要是那地方没有脏东西他才不会去 下一刻司机一看被吓出了一声鸡叫 卧槽 原来是晴天师 我是你粉丝啊 这时司机却有些为难 现在油门开到最大 去到那边也天亮了 秦浩让他长好方向盘 猛的一辆汽车从空中飞了起来 与此同时第三医院 一群年轻人来到医院冒险 黄毛让大家别被外界传闻给骗了 今晚大家一起进去破了这个谣言 这时两个女孩开口道 帆哥 我怎么感觉凉嗖嗖的 帆哥让众人别自己吓自己 这都是心理作用导致 一鸣胆子小的被吓哭了 开口想要回去了 他感觉这地方太阴森了 帆哥让妹子别害怕 有什么事情有他们男生顶着 况且黄文龙那娘炮早先都进来了 我们要是走了 不是丢了青都大学四天王的名声 眼镜男拿着十字架安慰道 没事耶稣会保佑我们 突然帆哥发现不对劲 怎么还不见黄文龙出现 这小子不会怕得躲起来了吧 下一秒他就看到门口有个人影 他笑道 你们看 那里站了的人 一定是黄文龙 随后猛地向前追了上去 就在后面四人准备跟上时 一道声音响起 让他们别过去 这是帆哥口中的黄文龙 他大喊着那东西不是他 医院里真的有脏东西存在 完了 子帆已经跑过去 来不及了 这下众人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突然医院里的灯也开始坏了 而秦浩也坐着飞车来到了医院门口 他下车便看向了医院 这里个鬼气竟然浓郁到这个程度 若是不处理掉将来恐怕会有过失发生 此刻秦浩屹立在医院门口 感受着医院里传来浓郁到化形的鬼气 看来这趟不会无聊了呀 一口一个让人相信科学的子豪天使 今天居然不入正夜下山去抓小日子阿票 这所医院曾经被小日子占据 后被华夏北京战神里雷平手段灭杀 小日子死后鬼魂不散 竟然还想留在华夏境内作祟 秦浩刚踏入医院系统便发来一家任务 探索第三医院的秘密 完成任务可获得系统奖励 真火灵猛 香火之家一万点 结果却被秦浩一指弹开 他开口吐槽到怎么又是任务 先一边排队去 系统遭受到天使的无视 瞬间暴怒 此刻医院内一群学生发出了 惊恐的尖叫声 有人大喊道快跑 后面好像有个人影在追我 秦浩开起天眼看向了医院内 他看到了四个满眼 透露着清澈愚蠢的大学生 正被一个斜碎诱骗 很快四人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在这里手机已经没有信号 而且更诡异的是 这地方好像和他们进来的时候 已经不一样 等一直忽量忽量 他们知道附近应该有脏东西在靠近 这时黄文龙让几人到前面的附近躲一下 刚刚他已经在里面放了一些大蒜和十字架 应该不怕这些脏东西 而此刻的黄文龙近距离看满脸透露出诡异 他阴森一笑 小声喃喃道 只要这群愚蠢的大学生走进去 自己就可以独享这份大餐了 突然一道格格不入的声音打断了他 老弟 我来了 这话让鬼都吓了一跳 只见天使脚踩八卦图屹立在半空 开口道 当鬼不抱团 遇到我可是很惨的 本天使对小日子下首老狠 底牌被揭穿让鬼像是赤身露体一般 一瞬间居然不知道如何是熬 下一刻一道紫雷破窗而入直击小日子鬼 一群同学纷纷大惊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黄文龙怎么突然就到飞出去 很快黑暗中一道人影出现在众人面前 眼镜手持十字架让大家莫慌 耶稣可以保护大家 一个眼尖的女同学开口 你们看黄文龙好像没事 不可能把被雷电击中 玻璃窗都碎了他人居然没事 黄文龙突然开口质问 你们为何不听我的话不进去房间里 不再隐藏一身鬼气倾斜而出 秦浩却不为所动 静静地看着他 看来你很能打 那就只能再来埃义法了 秦浩只见一道紫雷击射而出 瞬间将黄文龙洞穿 顷刻间他整个人便干扁了下去 临死前大骂 可恶啊 还没吃顿大餐要去西北吗 你这天杀的臭道是 秦浩一双四十三码的皮鞋就给对眼上去 死就死了跑龙套的哪来那么东西 女同学看着眼前的一幕 这些东西已经超出他的认知范围 他问到这到底是什么 秦浩为众人解惑 此人已经被邪术掏空了身体内的五脏六脑 就算是今晚自己不出手消灭 也活不到明天的日出 随即问到大晚上的你们又是来干嘛的 眼睛难说都怪自己 让胆小的黄文龙来这里冒险 才能通过成为四大天王的考验 这是一名女同学不太确定的开口询问的 您是青云山的秦天师 卧曹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 这简直和网上的一模一样 我们有救了 秋天师带我们离开这里 秦浩说自己来医院还有事情没做完 如果相信他就跟在身后 做完事情再一起离开 下一刻他指了指鬼气浓郁的前方问道 你们应该没人往那边去吧 眼睛难立马开口道 自己的老大翻翻已经进去了 秋天师看能不能捞一把 秦浩让众人抓紧随他去看看 因为他已经感受不到人类的气息了 与此同时皮肤科209室内 帆哥已经进到科室内 他拿着手电筒大喝了 黄文龙别躲了 老子已经看到你进来了 结果他翻遍了整座科室 这让他汗毛直立 瞬间恐怖气息弥漫四周 刚想拿出佩戴玉佛祈祷保佑不慎 结果一滴鲜血直接滴落在玉佛上 这让他再度惊恐害怕起来 这是血 哪里来的血 他猛地抬头看向了自己的头顶 瞬间被吓得手电掉落 小日子鬼开始蠢蠢欲动 一只耳飘从天花板掉落下来 一步步爬向了帆哥 更掏出了切西瓜的大砍刀步步逼近 帆哥彻底被吓尿了 疯狂地拉扯着铁人 却怎么也打不开 小日子更是无耻地舔了舔刀口 将帆哥吓破了他 他仿佛已经看见了自己的太奶在向他招手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声滋喇声响起 一道子雷从铁门击射进来 随即刚刚装踢满分的小日子被踢成了渣渣 秦浩一脚破门而入 宽如当年收服医院的战神在领 他看着一旁的帆哥 笑道你小子运气不错 下次别做死了 说吧 便看着眼前一群成为邪碎的小日子 整栋楼都来起了 不过来得好 当年我华夏战神能把尔登斩杀 如今战神已老 便让本座替我华夏族人灭杀尔登一口 紫袍天师下山抓 没想到会遇到一只一身正气的护士 就在刚刚天师破门而入 一群小日子胡适淡淡 天师开口让他们把祖宗一起叫上 一群乌合之众死后还敢残留在我大厦境内 一个沙马特小日子瞬间露出凶光 掏出了小短刀 一声巴盖亚路 猛地冲出去 小日子转动刀柄一刀凸刺 眼看天师要被刺中 一群学生在后面大喊天师小心 下一刻小日子就是一声难 因为天师完全没有动作 刚刚的位置就剩下一道残影 秦浩瞬间来到小日子身边 说到姿势不错 可惜遇到了老子 忘记告知你们了 我打鬼可是嘎嘎猛 尤其是会说巴盖亚路 下手飞死即杀 一招朝天灯将一只小日子给踢飞十几米 直接相入墙内扣都扣不出来的那种 其他鬼魂看到天师如此生亡 纷纷被吓了一条准备一起杀 秦浩等的就是这一刻 脚下一道雷电审限 一道雷网瞬间凭空出现 将小日子一网打进店的外交里面 他再度掏出俘虏道 而等作恶多端 是时候接受制裁了 一道道巴盖亚路的惨叫瞬间响起 最后只剩下刚刚被一脚踢飞的小日子 从墙里走出 很弯强嘛 可心里犯过的罪都将迎来惩罚 忽然的压迫感 让小日子被惊吓到 下一刻秦浩就是一道雷法 帮他做了一个魂飞魄散的电机礼物 番哥看得是小鹿乱撞 有被这个男人帅倒了 这该不会就是小说中走出的主角吧 秦浩看着众人道 这间屋子的邪碎已经被消灭干净 一群人直呼天师厉害 若不是亲眼所见 这场面说出去鬼都不信 一位女孩问出了众人的疑惑了 天师 这里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如此多的恶力 秦浩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思索了片刻 以他的经验来判断 目前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这地方极阴极寒 长久以来便会生出阴煞 女孩迫切地询问着 那第二种是什么 秦浩眼神突然犀利了起来 这第二种 就是有邪魔外道在背后操纵 让这些恶灵来帮他们做事 与此同时 三公里外的一处废弃厂房中 一名道人大喊道 该死的 发生了什么 他双眼透露着红光道 为什么医院里的鬼物们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能办到这些的 那肯定是同道中人在搞不 他立马掏出一道符露 倒要看看是谁破坏了他的记忍 口中念念有词 符露被放入血盆之中 很快一道人影浮现出来 不可能 我养了十几年的鬼 怎么会被一个年轻人消灭 下一刻那道人引猛地看向了他 这让他吓得大喊一声卧槽 他 他在通过法术亏述 连忙把血盆给先翻倒掉 咯么的 这是碰上哪里的高人了 还好切断地走 不然就被发现了 只能希望他没察觉 医院底下的罗叉巨红大阵 那可是十几年的心血啊 与此同时 秦浩开口道 跑得还挺快 同学们问天师刚刚怎么了 看来这是背后果真没那么简单 接下来我会把你们送到三楼 在那我没有感应到邪恶气息 听到三楼女孩 颤颤巍巍地开口 可是天师 你确定那里安全吗 之前我清清楚楚地看见 有个人引往三楼去了 秦浩瞬间开启天眼 往着三楼看了上去 上面确实有东西 不过竟然带着一幅正气 这就有点意思了 他让众人跟在后面 一起去会会看那个是什么东西 一群人缓缓地踏入了三楼阶梯 此刻三楼中 一个女鬼护士都快急哭了 按道这个倒是上来了 不会是来超度自己的吧 我堂堂大厦境内 竟然有人在帮小日子设计谈起 不复活这些处置 这让青云山子袍天师当场震怒风云色变 就在刚刚护士鬼知道 子袍天师要上来做的 此刻他内心慌得一批 想着躲在哪里不会被发现 很快几人便来到了三楼 子帆告诉天师前面好像有拉瓢 秦浩让众人把心放到嗓子 有他在那东西不可能伤到人 他来到厕所 看到了一个尾巴露在外面 护士鬼正抱头躲在厕所里瑟瑟发抖 不然秦浩敲响了厕所 告诉他鬼魂可不需要大小便 厕所闷猛地被打开 一到鬼魂就想溜走 秦浩眼急手快 直接捏住了人家的要害 那护士鬼当场被吓傻了 疯狂白手反抗 让天师不要杀他 他是只好鬼啊 这喜剧的一幕把众人都给看上了 秦浩看着鬼魂灵体至纯至尽 一看就是没造过杀念 倒也不用动手 下一刻开口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为何在此逗留 护士鬼让他先把东西放开 他什么都可以说 只要天师手下留情 他本名叫苏惠明 是民国于阳市苏家三女儿 在帝都护士学院毕业后 到这医院实习 随着战争的爆发 所在城市很快被攻险 入侵军队侵占了医院 胁迫医生护士们为他们服务 稍有不从者便当众杀害 后来大家忍无可忍 在一个夜晚铤而走险 决定用麻醉气体迷晕他们 然后一把火将医院烧掉 而他本来能逃走 但是当天却被一个入侵者 抓住一幅尸邦 迫不得已只能在房间里点了个大物 就这样 他和入侵军队一起死在了这里 直到小日子的一个阴阳师到来 全院的鬼魂被复活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一直不敢到三老来 他便在这里躲了好几年 直到遇见你们 他告诉天师刚刚所说的话 句句属实 他不会做出灾害同胞之事 姐姐 你也帮我说说话吧 我之前本想把你们带到安全区来 可以看见我你们就逃走吗 女学生一脸尴尬道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你是恶鬼呢 怎么会呢 医生可是以救人为己任的 看在都是误会的份上 天师你就放过我吧 可是回应他的却是天师的紧重眉头 护士鬼当场人麻了 完了 这表情 道长要打我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 秦浩刚刚接到任务完成的提示 秦浩看着这系统 越来越不敬业了 这就完成了 地下都还没去太过敷衍了 护士鬼却被当场吓唬 剩下半条鬼命 这时秦浩开口了 苏惠宁 按常理来说 你这样的鬼魂 需我引渡到阴曹地府 历经一定的惩罚方可转世轮回 大概需要百年左右 不过对鬼魂来说比不算长 苏惠宁问到天师神通宝大 可有其他办法 他胆子小怕鬼 不敢去阴曹地府 秦浩露出了一个微笑道 这是当然 只要钱到位 就没有本天事办不成的事 这第二种就是成为我的养 只要你能吃苦 我会帮你修炼到鬼地境界 到时可帮你自成肉身 到那个境界 你也算跳出五行之外 不如轮回之苦 苏惠宁一听 瞬间便想成为天师的人 他开口道 就让惠宁成为您的养魂吧 秦浩也没有矫情 让苏惠宁进入自己养魂界中 这姑娘还算聪明 只是修行也不是容易的事 慢慢来吧 一群同学问到天师那 现在我们还要在三楼等你吗 秦浩看了看四周 这三楼本是医院的手术区 对抗阴煞之气 相当于天然的屏障 可现在这股神圣力似乎在减 难道 这小丫头真正的力量 恐怕连她自己都没察觉 秦浩说到这里阴气太重 普通人待太久也不好 打算将人先送出去 同学们全部同意 这地方他们可不敢多待 这时苏惠宁提醒秦浩道 道长 我想起来那个阴阳师 每次来都会去地下室 里面或许有东西 女同学一听到地下室 就感觉很可怕 子帆却说好像很刺激的样子 想一起去 部长教训 也罢 咱们去地下室 看看有什么妖孽在作祟 很快来到地下室 大门被铁链封住 秦浩一记雷法将大门破开 入眼的是各类的刑具 这很有可能是当年的刑事 而在地下室正中央竟然是个祭坛 而且还有烛火 好像是在祭拜着什么 下一刻秦浩眼神一怒 这些木头娃娃身上刻的 是那些鬼魂的名字 而且还是小日子 竟然在医院下面败鬼 简直不可饶恕 星云是当代子袍天师 与小日子五百岁 最终是紫袍天师厉害 还是小日子强好 秦浩几人来到地下室 竟然发现有人在这设置祭坛败鬼 另外一边小日子的阴阳师 发现秦浩已经找到地下室 他立马从袖中挥出一道纸 他绝不允许有人去破坏他的祭坛 不然几百年的努力就白费了 秦浩此刻已经走向了祭坛前 故事女鬼说道 天师这些名字 都是当年被烧死在医院博物的名 一群学生被吓了一跳 竟然有人在败鬼 男同学大怒 这畜生敢在我华夏大地拜小日子 天师您一定不能放过他 看着这密密麻麻的小日子排位 秦浩也是有些发怒 顿时间掌心便有一道雷电环绕 突然一道身影冲了进来道 华夏道友 还请手下留情 秦浩循着声音回头望了过去 故事妹子说道天师 这人就是当年的窝国阴阳师 我曾经见过他 老头开口道 这位道长 咱们都是同道中人何必伤了何情 更何况老朽保证 这阵法真是为了祭祀 学不会害人 秦道长给个面子手下留情 子番开口质问不会害人 那我同学黄文龙又怎么会死 老头也是深知华夏的人情事故 掏出了三张黑金卡 说道不然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里面的W数字不尽 秦浩却开口道 你的这些钱财不知道是残害我多少龙包得来 而这些恶鬼就是你的罪证 说把秦浩长心雷就给丢到祭坛中 直接将里面的木牌全部粉碎 老头也开始消失 他大喊道华夏的道士 我一定不会放过 这梁子不死不休 下一刻便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个小指人 秦浩一看就这 连本人都不敢来 胆子小得要死 他对着身后的学生道 事情结束了没必要待下去 同学们纷纷开口到天师好帅 我一个男的都给他掰弯了 有点激动想去泰国保养回来当他女友了 来到门口秦浩才开口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现在多多少少都沾染了一些邪气 子番听后一看自己的脊椎 果然不是小黑子吗 秦浩递出一些服务 让他们随身佩戴 可以驱除阴险 回去休养一个星期 精气神就会恢复 女同学看到爱不是手 直接开始亲吻 这可是天师亲笔千米 自带一股特殊迷人的香味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些服务都是小黑子话 上次偷吃于被罚到现在 秦浩看到几人走了 耳根子这才安静了下来 看着眼前的医院如果不管还是会出问题 下一刻他对天伸出意志 指尖一道道红色雷光闪现 秦浩口中念念有词 五雷骤出 医院上空原本黑压压一片 此刻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红色雷点 咔嚓一声猛地披落在医院上空 将邪气全部净化 里面残存的脏东西都已彻底冷却 这波医院不会再危害人间了 这时小护士却流下了泪水 秦浩看着问道有什么心愿未了吗 小护士笑了笑 开口道不过些许风霜罢 秦浩抚摸着他的头开口 往日知识不可追 你现在只需记住一点 你以后就是我的鬼了 没人敢来欺负你 好了 现在该去找那阴阳师算账了 你应该记得他的气息吧 还不赶紧带路 很快一人一轨来到一处废弃仓库 会凝止了指道 天使气息就是从里面传来的 秦浩看着打开的大门 对方是准备斗法 就在他踏入仓库的一瞬间 铁门猛地自动关闭 老头出现开口道 你还是来了 老夫三百年的布局全毁在你手上 明明我可以长生不老了 秦浩笑道想用邪术长生不老 简直吃人说梦 这气得老道直接说出一句八概路 今日就看看你华夏倒数有何能耐 老道直接动手开始吹笑 一阵阵邪气从笛子缓缓飘出 随即越吹越用力 有那么一丝高山流水的意境 这便是他的秘书 操虫术 几条几十米高的蜈蚣瞬间出现 秦浩看着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具上等药材 这蜈蚣的大体胖 色泽鲜红 是泡酒的好材料啊 一口一个相信科学的紫袍天使 今天真的被带到局里喝茶了 就在刚刚紫袍天使看着这巨大的蜈蚣 这毒物不知道残害了多少蜈蜈之人 就算是华佗来了也束手无策 老头口中念念有词道 熊大熊二这臭道是刚刚说要拿你们去泡酒 现在上去把他撕成碎片 很快熊大猛地出现在天使头顶 一声恐怖嘶吼发出 秦浩说自己不是下大的 就这小场面而已 下一刻他动了 刚刚的位置出现了一道道残影 让老头手下的熊大和熊二瞬间扑了个空 此刻的天使已经来到了他的身旁 冰阳师大喊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人类不该有这种素路 天使伸出一只发财的小手道 哪来那么多不可能 下一秒就扇了老头一个大逼洞 老头人吓傻了 卧槽 这年轻人不讲武德 不打官 直接来打脸 秦浩说你当我傻呀 干掉你 他们就是我的下酒菜 这年头找一些上等药材老慢了 说把他手中金光环绕 该结束了 老头被天使直接吓涂了 这年轻人是真想杀他 他直接摆烂认输球放肚 开口到天使喜欢泡酒 我要材多的是 喝完笑不杠杠的 你开玩笑吗 自己脱发都治不了的 还想给我泡药酒 胸口碎大石 老头被一拳打得狂吐西瓜汁 你的丹田已被我催我 再也无法使用束缚 以后再也不可能危害他人 恭喜宿主完成额外任务 抓获东营阴阳师 获得奖励综艺登仙部 香火直加两万 眼看自己没被杀 阴阳师盘算着 只要活着应该就还有机会 秦浩却看出他的鬼心思 他说自己是倒是不杀人 但把你和爱虫关一起 他们会不会吃掉你我就不知道了 看着熊大熊二眼中的杀意 老头再度跪地求天师饶命 这时突然外面一道道警笛声响起 贵宁说是警察来了 秦浩也没打算继续 剩下的就交给警察处理了 很快十几名警察人员走了进来 领队看到是秦天师 便让众人收枪 秦浩开口道 警察同志您来得刚好 我要举报这老头是个间谍 我来此闲逛 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窝博人 顺手将其制服 丁阳师开口道 道长说的都对 快点把我抓走 一名警员开口说道对着 这老头和多起失踪案有关 这时一名警员道队长 里面那间屋子放着的 全是干瘪的人皮 初步怀疑受害者全死 梁队长大惊全部都是人皮 那么里面烧着的事 果不其然 年轻的警员差点吐了 在民间 一直有心肺煮汤可以治病的说法 这个家伙恐怕也是如此 秦浩开口道 民间传言不得当真 不过这老头 确实会一些邪门之法 不过这阴损术法 也只能变为厉鬼虚名 并非大道 梁队长对秦浩开口道 这次多谢天师为民除害 这人我们会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老头十分配合道 我一定全部坦白 心甘情愿接受法律制裁 梁队长笑道 还请秦天师跟我们回局礼堂 走个流程坐下笔录 福生无量天尊 这是当然 警局那一名警员问道 天师是怎么从那医院活着走出来的 秦浩笑道 那医院只是废弃救了你 里面又没什么危险 当然是用双腿走出来的 警员说据我们调查 之前进去的人全部消失了 那老头也说承认是他养鬼害人 天师无奈道 这位同志这什么年代 要相信科学 这世上哪有什么鬼 皆是恋爱技术合成的特效罢了 天师 差不多得了 那个老头和监控已经证实了 你会雷法 梁队长起身让警员先出去冷静一下 他现在太激动了 随即将门锁死 天师现在你还打算怎么狡辩 PS剪辑 那都是电子镜头上的东西当不得真 梁队长说的正合我意 你还听懂的吗 要不考虑一下当我们青云山的公关处理 梁队长提醒道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你那些神通想要遮掩很困难 这点秦浩并没有反过 下一刻他开口道 梁队长能不能看在我们的交情上帮我一个忙 很快警察局外 一辆拉车将两条巨型蜈蚣拉走 梁队长再三问道 你真要这两条蜈蚣 秦浩说没错 这几千斤的巨毒蜈蚣 拉回去泡酒再合适不过了 想提前看科学与道长的宝子 可点击左下角的QQ阅读提前观看 一口味相信科学的天师 今天扩展业务了改叫外国人相信科学 就在刚刚警察局组长 一听天师想要这50米的大蜈蚣被吓了一跳 他说这东西好不容易才被制服 问天师打算怎么运回去 秦浩掏出了一个古笛 说这很容易 下一刻便开始吹起来 笛声优雅清亮 不然间有人大喊不好蜈蚣动 队长让他们别激动 是天师在操控他们 秦浩站在蜈蚣头上 说到这位警官就此列过 有空欢迎来青云山做客哦 队长一脸恼怒 什么这位警官 我姓梁 而且那深山老龄的谁稀罕去 还有你这笛子的事情 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旁边的警员说到队长 科长说了天师刚刚拿的笛子 好像是这次事件的证 此刻女警一脸凌乱 秦浩赶紧摆手道 各位后会有期 小日子老头助你一路走好 那阴阳师被气得不轻 说道你这年轻人不讲我的 搞偷血 为何会操虫束 这是我宗门的不外传的秘密 秦浩笑道 吹牛有点难 吹消谁不会啊 我还帮你改善升级了一下 现在都可以全自动驾驶了 下一刻蜈蚣直接白米起 秦浩说他有事先走了 等哪天要上路的通知他一下 到时候请他喝杯蜈蚣酒 老头一口西瓜汁 抑制不住的喷扭而出 他辛辛苦苦喂养了蜈蚣 最后竟然被人拿去泡酒了 他做鬼也不会放过这个伐夏道士 与此同时青云山中 今天异常的热闹 一位大明星到来 人群纷纷猜测着会是哪位 看起来好像是个外国妞 一位导游正为大家介绍着 青云山的历史 这是华夏道教学门第一山 一名外国妞一脸不屑道 汤姆下次再敢带我这种地方 我晚上用高跟鞋踢你屁股 汤姆连忙弯腰道歉 马莲那女士实在对不起 没想到华夏几千年历史也就如此 突然天空一道声音响起 浮身无量天尊 各位游客为何不上山看看 外国妞被吓得卧槽都鼓 他们竟然看到一个人 骑着飞天无功 一鸣道同喊到天使回来 瞬间从青云山几道人影 以极快的速度下来 正是三位红袍纷纷行礼道公 迎天使回归 秦浩告诉他们山下事情 回去吧 你们这样出现 很难让别人相信科学 说吧 秦浩骑着数百米长的大蜈蚣 飞回山门 马莲那说道上帝啊 这个倒是真的会先 他让汤姆立马去打听 拜师要准备多少钱 这华夏道把他学定了 此刻青云山上小六子 正在玩着网 突然有一条 今天新闻插播进来 震惊 天使巧破龙广 是连环失踪案 闹鬼的医院 干瘪的人皮 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女区 天使让他们要相信科学 别被这些谣言所骗 你们俩既然闲着 一会去菜园种地修行吧 秦浩开口到竞选 接下来游客会很多 你们好好招待 三个红袍老道纷纷开口 天使只要一下山立马 就是大新闻 恐怕整个修道界 都会以他马首是斩 回到道观 秦浩让两个小东西别乱跑 他早就听说过蜈蚣泡酒大补 就是不知道这系统 商场里有没有泡酒的功法 这药酒和药粉搭配在一起 倒是不错的补品 突然系统发出了新任务 分发蜈蚣补品 将获得奖励 天使剑翠玲加武 紫衣道袍翠玲加十 神兽弹大转盘 抽取次数加十 香火值加十万 如此就好 看来这蜈蚣两兄弟 是在劫难逃了 秦浩拿着泡酒的方法 对他们说道 蜈蚣酒和蜈蚣粉 以后上山烧香拜佛的游客 都能免费领取 也算你们行善积德了 丝毫不给蜈蚣兄弟反驳的机会 直接掏出了八卦剑 他这个人最心词手软 修道之人不会滥杀无辜 所以只取一人一解 反正你们身子大完全没有影响 这让蜈蚣兄弟被吓傻了 你要看我们还说没有什么影响 秦浩人狠话不多 能动手他就绝不多说 这一剑下去蜈蚣兄弟都会说人话 直接握了个大槽 秦浩一脸无语开口道 长这么大的砍断一半怎么了 有必要吓成这样吗 三亲在上 我一枚吹笛子 二枚亲自动手 我本是想砍一半的奈何蜈蚣兄弟 想寻死 直接将头送过来 弟子只能勉为其难忍痛 帮他们收尸了 一个相信科学的天师 不仅教外国人相信科学有一套 就连条交起女鬼也是一把好手 青云山后院中天师正在闭关 经过几日的修炼 秦浩算是把新功法给稳固了 他查看一下属性面板 境界是筑基一层 法器 天师剑 翠灵加六 五雷令 养魂环 各种福转若干 功法 太平武器诀 法术 五雷正法 呼风唤语术 先天金光照 武学 灵须飞云部 纵意灯仙部 心 神通 万箭一面 真火灵毛 心 秦浩直接开箱 看看这两个闹鬼医院任务的整理 他起身准备活动一下精语 先验证的是纵意灯仙部 入微疾身法 先闻武学 看似平平无奇 实则缩地成寸 瞬息千里 这样的速度把小孩吓得不轻 秦浩开口到这速度不错 已经无限接近瞬间移动 那么接下来就该试试真火灵毛 真火灵毛危及神通 双目熔炼真火 炼成的一对灵毛 释放出来 可燃进万物 霍望猪邪 看着被融化掉的石头 秦浩大呼离 现在还只是入微就这么牛叉了 等到了真五级或者造化级 那不是地球说爆炸就爆炸 若是到了那真阶级 整个宇宙也就一击之下荡然无存 小六子直呼天是牛逼 这是什么新神通 秦浩问他想不想学 这牛叉的技术 小六子点了点头 说自己想学 如果学会了 看到妖兽就可以上去救给两巴掌 结果被秦浩一只脑瓜崩给弹走 说神通不是用来打打杀杀的 学会了神通就要去保护一方 他以后有空会来教导 回到房间 他自己的工厂搞定了 现在该为女鬼惠宁挑选合适的工具 瞬间秦浩便打开了系统书库 根据这世界的介绍 鬼物境界的划分为 煞气 阿飘 厉鬼 鬼将 鬼王 鬼王 鬼帝 鬼祖 鬼圣 鬼仙 而惠宁现在最多也就属于阿飘 突然秦浩被一本功法吸引 血月鬼王宫 据传是个亡灵法师总结出的血月修炼 仅以自然界的英气精华便修炼到了鬼王境界 这功法刚好适合现阶段的惠宁修炼 如果再搭配五鬼猪杀术 驾驭五只同级别鬼物也不算难事 有着这两门功法护身 他以后也算有自保的能 想到这秦浩便将人换出 下一刻惠宁出来行礼拜见天师 秦浩问他这段时间在养魂环里待的可还习惯 惠宁在里面很好 不用担惊受怕 而且还可以提升修为 秦浩直接拿出了两本小册子给他 说送他的秘籍 看着书名惠宁疯白手拒绝 说该不会是吸食洋气的功法吧 他开口到自己不想为了变强不择手 这样与那些恶鬼也没区别 下一刻脑袋就挨了一顿毒打 秦浩说到想什么呢 我可是正儿八经的紫袍天师 突然惠宁疑了 原来如此 阴气居然可以这么用 太神奇了 这样即便不依靠近视洋气 也可以快速修行 秦浩让他好生修炼 这两本功法很适合他 惠宁开始运转 只是稍微感受一下 他体内的阴气就变得顺畅许多 秦浩对于惠宁的悟性还算满意 虽然现在还比较弱 但有他辅助实力增强 完全不成问题 惠宁说天师大恩无以为报 日后愿为天师做牛做马 秦浩有那么一瞬间 觉得这女鬼长 还真是没亲怒秀 下一刻他转身道 做牛做马就不必了 应该可以做我私人助手 惠宁说定当全力为天师效劳 回到养魂界中惠宁想着 天师该不会是喜欢自己了 他让自己要克制住 好好修炼才能辅助天师 结果撑不过三秒 心跳加速 面色潮红 坠入爱河的他现在满脑子 都是天师帅气的样子 丁庸子袍天师迎来了 新一轮的打底 男人扬言要当全国十四亿 直播打假装神弄鬼的骗术 结果天师一口一个相信科学 一手一个起死回胜 此刻的青云山下 秦浩去医院抓鬼的事情上了热门 一群人纷纷来到青云山 道童说这应该是青云山 最热闹的一次 胖虎竖起了大拇指 这得多亏了天师啊 最近一个月的香火钱 都多过了往常的一整年 再这样下去 青云山成为全国第一道门 不再是梦 这时突然一道求救声音响起 一位妇女着急大喊着 让道长们救救自己的小孩 他儿子已经有些呼吸困难了 道童们询问情况 是因为自身基础疾病 还是其他原因导致 妇女说在上山的路上 儿子抓虫子完事 被马峰折到 结果几分钟后就晕倒 现在更是呼吸困难 道童查看了一下伤势 看起来很是严重 但让他们有些疑惑的是 伤口出为何是三个口 难道是被连折了三下不成 围观之人也是讨论着 我看你们还有脸收香火前部 胖虎瞬间就怒了 对方摆明的就是来挑逝 男人见到倒是要动手 大喊到都来看了 倒是打人了 这是一道洪亮的声音响起 何是如此吵吗 正是秦浩以闪电般瞬意出来 道童将情况解释给了天师听 秦浩上去一直帮小孩查看 询问到这孩子 是不是本身就有其他疾病 妇女点头 我儿子从小肺部就不太好 医生说是有先天基因问题 他问到天师 我儿子还有救吗 秦浩说若是以前就难说了 不过吗 现在有这东西问题不大 男人疯狂大笑 这年头了你还搞这东西 弄一些药酒 你是想彻底害死小孩吧 一些第一次来的游客也是说道 这种情况让小孩子喝酒 太乱来了吧 导游让众人相信天师 他是有真本事的 至于上一个打假人 此刻正吃着瓜 不发表任何意见 下一刻秦浩再度掏出了一包东西 这要酒本就可强身剑提接白 若是加上蜈蚣粉效果直接翻倍 男人让直播间的家人们快看 居然用蜈蚣粉泡酒骗人 尽搞些噱头 秦浩也发现了不对 这小子为何总爱挑刺 这位居士我们好像并无仇怨吧 男人却露出一个冷笑 他就看不惯这些装神弄鬼的人 天天就靠这个片香火前 今天他就是来打假了 秦浩知道果然人红是非多 今天是该狠狠打脸一次 他对着男人说道 我们打个赌如何 若是我救治好小孩 你留下来帮我宣传要酒了个月 输了人你处置 男人瞬间乐了 好啊 不过先说好你得是根治了他的毛病才行 强行调命这种操作 我还是能分辨出来 直播间一群水友这次纷纷没有打假 开始当起了吃瓜群众 秦浩拿着药酒将选择权给了小孩的母亲 是或者不是由他决定 小孩这时间难开口到自己好难受 母亲让他乖乖 等一下就好了 随即落泪道 天师 我相信你 就算出了什么事也是他命理由此一己 绝不因此怪到您头上 秦浩直接将药酒倒入小孩嘴中 让父女放心 他不会拿任何一条生命开玩笑 男人一脸坏笑 等小孩死在你青云山门前 你就等着被网爆吧 但下一刻整个人傻了 小孩子喝过酒后 竟然弹射起了 直接漂浮在半空 好家伙这下科学彻底解释不了 下一刻稳稳落地 对着自己的妈咪说到他感觉好像没事了 父女下跪对着天师行礼 多谢天师的救命之恩 秦浩转身对着打假男子开口 问他现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男人大喊着不可能 你他娘的 绝对给他喝的是假酒 让人相信科学的紫袍天师今天终于升级了 现在女鬼被他看到 不当面踢个正步山自己俩挖着 绝对走不了 就在刚当天师一记无功九七死回生 众人才想起 上一个来打假的好像去帮天师扫地了 小周过来开口道 兄弟原来是同行啊 男人一看被吓了一跳 直播界的打假大老周哥 小周说道 你小子可以啊 我怎么说也是青云山的外门弟子 你竟然来砸我的场 打假我的山门 这时刚刚还奄奄一息的小孩 此刻已经活蹦乱跳 而且还说他呼吸比以前顺畅了许 天师开口道 小朋友的肺部也一并被药酒给治疗好 居士下伤后可带去医院检查确认 直播间一群水友皆是坐不住 天师啊 你老是这样真的很难让人再相信科学啊 秦浩开口道 这位居士若是不服 我们还可以继续打赌 谁友们纷纷弹幕输出 真男人愿赌服输 不贵就当场拉黑集体网报 男人最终还是怕了 当场跪地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 请网友们别骂 竟然如此 你不是擅长科普吗 那接下来给游客们分发蜈蚣酒识 记得好好宣传帮大家科普 弘扬道门精神 一群人听到天师说要发刚刚的蜈蚣酒 皆是想要购买 哪怕是卖房也要弄上一瓶 这可是能起死回生的好东西 秦浩开口让众人别挤 这药酒量大馆宝 人人有份 而且全部免费 人群中纷纷大喊天师万岁 天师以后我就是你最忠诚的田狗 此刻小周拿来了一件蜈蚣皮套 天师说让你穿上宣传 以免你还没开口就吓跑一些小朋友 看着这蜈蚣皮套 这让秦浩瞬间想起了 他那两位死于非命的至交好友 蜈蚣两兄弟听到吼 真的会写 杂物房内小黑子正在当狗狗 将蜈蚣肉全部抹成粉 天师可答应过他 做完就可以去吃鱼 房间内秦浩已经闭关了两天 忽然系统响起 恭喜宿主 完成任务分发蜈蚣药卷 获得奖励天师见翠玲家五 紫衣道袍翠玲家十 连连看神兽池抽取次数十次 香火值加十万 下一秒系统主动帮天师升级紫袍 紫衣道袍 别称天仙动衣 天师法袍 等级翠玲家十 品级 入微及一星法衣 功能 避尘 避水 避虎 自静 无风自动 恒温调节 神偷 大小神偷 复仙捆龙 金光万丈 秦浩笑了笑 这才是紫袍天师该有的标配 下一刻他大喊一声剑 一把先天翠玲家十一的天师剑出现 现在一剑在守天下 我也有这套神装在 让人相信科学会更加容易许多 秦浩打开神兽十连抽 结果一看好家伙这不是连连看 不过秦浩有些苦涩 他上一世可是非求体质 还是先抽一次试试水仙 结果抽出来一看就是好东西 一颗金光闪闪的卤蛋 这蛋一看就不简单 嘉秦昆逊 唱跳机修仙界四大家情之一 肉质鲜美 能歌善舞 这什么鬼 还是会唱跳打篮球的鸡 他就不信了除了会抽到他家哥 出不了好东西 嘉秦 火锋烈焰压 系统你敢说这不是可打压 家畜 八香猪 每天消耗长香八根 秦浩继续开抽 结果又是抽到了自己的哥哥 上古灵兽白眉肺 额眉山的远房毛表 上古灵兽精灵 只有七秒记忆的神奇生物 秦浩看着九连抽的这些蛋蛋 一阵无语除了昆昆就是家禽家畜 要不就是观赏宠物 系统爸爸这货不对吧 说好神兽池 那神兽呢 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 秦浩缓缓伸出了发财的小手 这一次一定要出火 他猛地按住了冲 抽奖机这次都给他轮冒烟了 秦浩看到竟然是金光 瞬间知道这波稳了 一颗神兽弹带着闪电直接冲出 一道道金色记忆涌入了秦浩的尸海中 瞬间将他拉入一道神秘的空间内 这个阵势 绝对是神兽没跑啊 我不欺然 神兽酸泥 唯一竟然是传说中龙的九子之一的酸泥 这波血赚不亏啊 你担心一个正经天使会养这些东西 有喜欢唱跳打篮球的基尼太美 每秒抽八根滑子的乳猪 而眉山的大表哥 一生气就自然地北京烤鸭 秦浩看着这些零售蛋就是一阵头大 下一刻竟然开始破窍而出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些小鸡仔竟然都是中分头 他现在很怀疑系统是不是也是个小黑子 这群小鸡和这边相比简直不要太正常 他娘的 一群猪和一群鸭竟然在狂抽滑子 这把秦浩气得不轻 一脚就想把他们全部给踩死 小鸡鱼一群灵宠意识到了错误 纷纷过来献殷勤给天使按摩锤背 小鸡鱼更是为天使表演节目吐泡泡 一群基尼太美一脸猛逼看着 刚刚不学好的小猪和小鸭 此刻正瑟瑟发抖 秦浩只能安慰自己 他们都还是孩子 与众心肠地教导他们以后要注意 万不能沾上漏洗 随即看向了神兽蛋酸泥 估计一时半会还不会复华 这样也好 神兽就该有神兽的样子 他开口对着一群灵兽道 走吧 现在带你们去菜园子安家 此刻后山的菜园中 一道身影正没日没夜地操劳着 两位道童看着直呼无备开拨呀 熊大哥 天天熬夜干活 这要是人早就猝死了 熊大想的这几天又是末无功夫 又是熬夜种田 天使应该会奖励自己吃鱼了吧 突然一道声音响起 怎么这就累了吗 正是秦浩来了 而且还是拉帮杰派来的 熊大一脸憨笑道 不累不累 能在天使手下做事 累这个字我已经不认识 秦浩让他不用再拍彩虹片了 种田对他有好处 虽然辛苦 但是能锻炼心智 同时也可增强修为 今日来后山市 有一些小动物 想让你照看一下 熊大立马露出一副 饥可吃货的表情 他说天使这些小动物 他绝对可以照顾得很香 秦浩让他打住 这些可是上界的家禽 不是一般人能获得的 一听吃不得 熊大连忙白手拒绝 说只会吃不会养 让他养只会越养越少 一群猪哥和黑子 这才气气松了口气 但下一刻天使 却开出了一个 让他拒绝不了的条件 你只要养得好 鸡蛋鸭蛋少不了 熊大一把抱住了一群小可爱 说他养宠物说 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这可是仙情的蛋了 他熊大口服不浅 秦浩开口询问到 之前的葫芦藤有结果吗 熊大指了只说暂时还没有 不过每天都在长大 秦浩过来看了一下 先天葫芦藤状态 生长期 未结果 看来还需要一些时日 他让熊大多细心照料一下 这段时间辛苦一下 熊大一脸憨笑道 天师累倒是没什么 就是需不需要加强防御措施 秦浩让他有什么提议 可以直接说 熊大一脸正经开始胡说八道 说到灵药经常会引来 山精野怪的惦记 他怕有些不长眼的东西 趁天师您不再过来 当老六搞偷袭 若是天师可以教导 熊大一招办事 那自然不怕那些东西 秦浩笑了 你这小子算盘 打到屏幕前的家人们都听到 熊大笑嘻嘻 俺变强了才能更好地守护住山门吗 内心却想着等坐大坐墙 每天就有吃不完的鱼饵 熊大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山上的弟子只凭福祉 确实很难与厉害一点的妖物康 这是系统新任务到来 船五 请诉主在道罐内 给诸位道长传下武学和束缚 六五完成获得奖励 神兽弹孵化度100% 香火之加5万 这系统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呀 下一刻秦浩一手一道雷法 露出一抹蜜之微笑道 小黑传五就由你先开始吧 熊大看到天师手中雷电滋滋作响 此刻慌得一批 问道天师你这是要做什么 秦浩让他过来 刚刚还说自己想学法术的 就让为师先用雷法帮你搓下走 什么事情能让一群红衣道袍 七七道长 更是让青云山的大殿出现了震动 此刻仙鹤正给熊大带来了午餐 结果却听了让他震惊一整年的虎王之词 天师轻点 屁股遭不住要裂砍 熊大被电机疯狂暴局 大喊着屁股坚持不住了 一群小黑子妹叫一个开心 秦浩擦了擦手指道 有必要叫成这样吧 只是传宫而已 别人不知道还以为青云山在杀猪呢 熊大彻底怕了 天师您这样传宫很废剧花呀 秦浩让他闭眼感受 虽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但自身的能力也发生了变化 熊大说体内没有什么变化呀 就是有些酥酥麻麻的 秦浩让他用心念将酥麻感汇聚于指尖 熊大看了看指尖 下一刻竟然真的出现了噼里啪啦的雷电 他瞬间发出了小黑子才有的鸡脚 天啊 天师俺刚刚竟然会用雷法了 秦浩埋态道 就你那点小闪电还不能称作雷法 记得以后多多练习 万不得想着学会后去电鱼哦 熊大信誓旦旦说只为变强 然后和天师一样守护好一方土地 秦浩点了点头 熊大还是很有悟性的 走吧 现在去大殿叫其他道长的法术 而一群小黑子就交由仙鹤暂时照顾 此刻的大殿一群红袍老道 询问天师可有什么安排 秦浩抛出了一个问题 师弟们 觉得这事倒是否安然 静峰分析着当前的局势 总体来说我国国立日益昌盛 早黑除了雷厉风行 人民也算安居乐业 只是最近先有精怪出世 后有鬼怪横行 恐怕往后会有更多繁俗 无法应对的劫难出现 秦浩说分析得很到位 那诸位认为我青云山 又该采取什么姿态 我青云山受相名相悟 自当在为难之时挺身而出 不过我等修为浅薄能力有限 虽然有天师赐下福祉 对付一下普通猛兽上课 若是出现有些倒行的妖物便是不敌 熊大听得一脸尴尬 这妖物该不会说的就是他吧 秦浩让他们放心 今天便是为此事而来 几个老头一听有信 天师难不成要教授他们神通法术 秦浩笑道没错 就是来教你们本领了 下一刻抬手一挥 一列列书柜出现 让众人可以挑选合适的武学和功法 凭你们的资历 先天元到今 这功法竟然能一路修炼到原因 进风直接开始领悟 九阳掌 太极剑 踢云纵 这简直神乎其神 竞选也是笑哈哈地接受天师的馈责 御剑术 我也能和剑仙一样了 秦浩身边突然一个剑阵出现 说这些也是为你们准备的 此剑为玄门灵剑 剑中蕴含灵气 需好好对待 几个老头已经震惊到不知如何表达了 这竟然是法剑 秦浩说这些功法潜心修炼加上法剑 此刻的进风更是泪流满面 秦浩想着虽然消费了不少香火质 不过这对门派的提升是长久的 就连熊大也是问道天师 武器我有份吗 秦浩让他别解 看着系统面板的龙骨双结棍 好像有些小贵啊 想着要不要买下来 这稍微有点肉疼啊 随口问到熊大你认识小龙哥吗 熊大一听就是一声阿达 这可是他人类中为数不多的偶像 秦浩看见这货竟然也追星 这双结棍看来是跑不掉了 随即从系统中兑换了龙骨双结棍 熊大眼都看直了 这东西他熟啊 竟然真的是和小龙哥一样的武器 下一秒就秀了起来 秦浩告诉熊大现阶段 他还发挥不出武器的全部威力 要多多练习磨合 一觉回到解放前 被清空的香火质 算不算将船道完成了 系统声音响起 船五大成功完成 获得超额奖励神兽弹孵化度100% 香火质增加10万 忽然整个大殿都晃动了起来 几个老头大喊难道是妖物打上门来 只有秦浩知道是神兽孵化出来 也该去见见神兽的风采了 陛下宫仙子来到青云山 是紫袍天师有毒了 还是天师要被挨揍了 就在刚刚青云山地洞山摇 秦浩知道是他的大宝贝龙九子之一酸泥出世 据古书记载酸泥行刺雄狮 色泥火炎 土兮如龙 而且传言中酸泥奇迹好香 可吞噬香火烟气修炼 成年后更是神兔飞 吞火霸物 趋吉避凶 视为神兽语 秦浩看到出世的酸泥有被震惊到 瞬间笑容戛然而止 他不求这东西有多厉害 但好歹也是一方神兽 比拟天下的存在 这食物和什么麦家秀也差太多了吧 这要是放到现在都算是欺诈 老底都得坐穿 系统告诉他内容紧供参考 请以食物为准 若有不服 该不负责 秦浩问到小东西就是酸泥 那东西翘着二郎腿点了点头 秦浩彻底目了 你小子刚刚那不屑的眼神是认真的吗 是对本天是很不满是吧 这让酸泥吓得连忙摇头 突然酸泥肚子就叫了起来 秦浩看到又是一个吃火 问他想吃什么东西 下一刻酸泥便跳到香炉上 示意秦浩他需要这个 确实与传闻中的一样 喜食香火 告诉他吃喝管宝 但必须认清自己的位置 他才是主人 下次再敢装逼饿三天 看到香火酸泥眼冒精心立马开始了喊息 秦浩没想到这小东西 吃起东西来这么猛 酸泥直接上瘾开始了狂暴吸入 下一秒秦浩发现了小东西在变化 他开心大喊来吧 我的神兽进化吧 结果片刻后只迎来了酸泥的一声宝贝 秦浩戳了戳他的小肚子 问道 难道你就没有什么技能要觉醒吗 酸泥给了他一个肯定的手势 肚子中果然出现了一道金色波纹 下一刻一阵阵烟圈从他肚子中出出 秦浩来到这世界第一次如此大无语 他安慰自己 抽奖这东西本来就不应该抱太高的期待 看着小东西的属性 神兽 酸泥 身份 龙生九子 龙的第五个集子 境界 炼气一层 天神神通 血脉威压 昏火之术 酸泥神火 化物 趋即必凶 他相信系统不会说火 只是现在他还没显示出本领来 秦浩埋态到系统 你就是最近有些不正经啊 不是送小黑子就是送奇怪的东西 看着吃饱就睡的酸泥 他也只能让其慢慢成长了 与此同时青云山的大殿中 一群弟子纷纷议论着 看着几位红袍道长不知吃了什么东西 竟然重返第二春 成功突破炼气一层的静风道 淡定淡定都是天师调教的好 静玄和静虚也是为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那就是修炼成仙 三人在一旁开始了一营长 一群弟子妹叫一个羡慕啊 看到道长们修为暴涨后 知道下一次便会轮到普通弟子 静风让众人都散了 下去准备一下东西招带来静香的游客 自从老天师走后 新天师执掌山门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进展 但下一刻一阵狂风袭击而来 一道声音从周边响起 一段时间没来 青云山变化竟这么大了 静风立马警惕 大喝道 谁 光天化日竟敢来闯青云山 天空之中一道倩影缓缓出现 他开口道 道长请勿紧张 安言没有恶意 这位仙气出臣的仙子 正是碧霞公 有安言 静风显然认识此人 他一脸冷汗开口道 是安言姑娘 你怎么来了 青云山迎来了同门打假 妹子究竟是妥妥的爱情呢 还是会被天师叫做人掉起来打一顿 碧霞公 柳安言 今天竟然降临在青云山 此刻静风心里慌得一批 调渺风 碧霞公坐落在青云山不远处 盖门派因只收天赋极佳的女弟子 常年闭门隐士 故而普通人很少知晓 碧霞公和青云山有所不同 他们传承修仙自古 就不曾断过延续至今 柳安言是年轻弟子中的代表人物 隐约有第一真传的名头 静风实在想不通 他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下一刻柳安言直接说明来意 最近听闻青云山出了一位精通神通的天师 刻此前来拜访 静风连忙摆手道 柳姑娘江湖传言当不得真 那都是谣言罢了 再不知道碧霞公的目的 暂时还不能让对方知晓太多 柳安言呵呵一笑 若是谣言 那静风道长您这第二春是怎么回事 静风一身卧槽 终究还是暴露了 只怪自己太年轻呗 无奈只能说天师最近业务繁忙 实在抽不出身来招待柳姑娘 要不我先通报一下 您改日再过来如何 今天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拖字诀 柳安言还是一脸笑一道 这真是太不巧了 但来都来了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不如这样吧 贵门挑选几名弟子出来与我切磋一段 增进一下两派的关系 相信这种小请求前辈应该不会拒绝才对 静风暗道果然来这套 早些年他们就吃过亏 被碧霞公这群女子外表所骗 这些女人打起男人来 简直就不是暴力能形容 他们那一代灵贵女 绝不能再让年轻弟子吃一样的苦 此刻道观里的静玄让弟子们全部躲起来 千万不要出声 静须开口道 要不还是禀报天师吧 不行我们才当学了神通 就立马去麻烦天师这很丢脸 可这娘们一看就不是好人 两年前就已经是住击期了 我们前几天才突破练起一层 上去分分钟被他教做人 静风大骂 岂能长他人质气灭自己威风 三人纷纷说自己无能 让青云山传承差点断了 老天师所创的基业差点毁于一旦 还好有晴天师出现 但他们才刚刚踏入修行 完全就是菜鸡 刘安言问道长们商量好人选吧 要不还是由我自己来挑人吧 静风让师弟带弟子赶紧走 竟然躲不过那就只能是师兄上了 但下一刻一道声音响起 静风道长莫慌 青云山扛把子在此 原来是熊大来了 静风也是有些意外 刘安言问熊大是不是走错片场了 这可是青云山的大殿 熊大说不可能错 他可是青云山紫袍天师的清传弟子 被小看的熊大瞬间就想小秀一波 说天师的神通他也略懂 静风开口道黑师弟小心啊 他打架很猛啊 刘安言一脸疑惑青传弟子是学杂技的 下一刻熊大就失手了 被双截棍给打了一下 连忙将颤抖的熊掌藏在身后 说问题不大 他还留了一手 这才是天师的绝火 静风一看有戏 好像是天师的雷法 刘安言看到这头傻熊竟然还会雷法 这就很有趣了 那他就真的要来领教一二 下一刻水晶高跟鞋猛的发力 一个踏步闪现冲上去 速度极快 让熊大有些猝不及防 熊大知道这样的攻击来不及反击了 咔嚓一身扛把子的棋杆被切成了两半 但让柳安言意外的是 这黑熊竟然没被打中 看来是有两把刷子 熊大被吓出一身冷汗 刚刚要不是用了雷法加速 肯定避不开 不过他老熊皮操肉后最不怕的就是干架 他挥舞着金色双截棍 一身阿打仿佛小龙哥附体 熊大一把将双截棍丢出去 竟然还是一把远程攻击的力气 眼看对方攻击到来 哼的一声 柳安言已经化为一道残影离开了刚刚的位置 一道声音淡淡响彻在熊大耳边 小黑子战斗意识不错 不过可惜遇到的是我 言霸一柄剑柄顶在了熊大的胸口 瞬间黑熊被击飞好几米 一口老血喷射而出 靳风赶紧过来查看黑熊失地的伤势 熊大说他没事 但这娘们就算是他变成本体也干不过 星天师也强不到哪里去 青云山终究是没落了 柳安言想起了来之前师傅的交代 你去青云山试探一下所谓的星天师 如果名不副实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吧 今天紫袍天师遇到了专业打解 隔壁山头的仙子要来挑战 最近冲上热搜的天师 柳安言一即便将真传弟子熊大打吐现 靳风只能认输到 柳姑娘是我们学艺不经 改日天师有空一定帮你安排较量 柳安言却是突然拔剑 你可要想清楚哦 天师今天不出来 听出了话中有话 问到柳姑娘这是什么意思 青玄真人曾说过 她不愿意看到老天师的传承被卸余 若是青云山后继无人 那就自解散吧 靳风大惊地侠公公主还在世 那青云山这次是在劫难逃了 下一刻柳安言便往上空望去 看向青云殿的牌匾 冷哼一声道这东西没必要存在了 你们不配再用这个名字 说霸剑柄直接飞射而出 靳风无力只能眼睁睁大喊到助手 荒唐 一道清脆的声音在牌匾前响起 剑柄被鸡飞在空中翻转 柳安言静静地看着来人 熊大雨静风却笑了 这位女士乱扔东西可不好 正是紫袍天师出手了 她介绍到在下秦浩 是这一任青云山天师 柳安言有些错愕 这天师这么年轻 秦浩说到姑娘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大家都是修道之人 事情何必做绝呢 秦面 青云山能延续到今天 都是我师父网看一面了 现在老天师一波无人能继承 今月就解散了吧 秦浩听出了老天师一定有大瓜 他问静玄 这姑娘什么来头 老天师和他们什么关系 静玄偷偷偷过来说到 当年这可是大瓜 老天师与他师父狼才女貌 干柴烈虎 所以你懂的 能说的只有这么多 秦浩回想起 难怪年少时老天师总是堵着猛 秦浩分析着这瓜 放到现在也是相当炸裂 突然咚咚咚钟声响起 是今天开山让香客进香的时间到了 门刚打开一群人争先恐后都想上第一项 突然有人发现不远处 有一个妹子很是漂亮 而且好像和天师在说些什么 柳安言一看这机会难得 这些人来得正好 小女不才 对到法律有研究 今日愿与天师以武相会 还望天师赐脚 现在为了青云山的名声 你不战也得战 人群一听妹子竟然是来打假的 这感情好啊 他们喜欢看这剧情啊 今天的门票写转了 情好暗叹 果然美女心机多 没有一个是简单货色 靳玄一脸担忧问道 天师若是输了 青云山真的要解散吗 秦浩让她把心放回嗓子眼 从刚刚妹子丢出的剑女 她大致可以判断出 对方境界与自己差不多 秦浩果断答应了 说等下输了可别哭鼻子 柳安言听到这话明显怒了 这是看不起她 认为吃定她了 她怒到若是我输了 毕霞宫弟子不当也罢 自己如今驻鸡进大城 这人顶多刚刚突破驻鸡 竟然如此那姑娘切磋开始吧 诸位香客也来帮我们做个见证 此地是青云山姑娘来者试客 我便让姑娘先出三招 柳安言一听更起了 那天试客得接好了刀剑可是无眼 千万别一招都接不住 那丢脸就丢大了 说吧柳安言一剑便毫不留情向秦浩辞去 秦浩看准时机一招倒车入库 将剑柄还了回去 笑道柳姑娘的剑数还有代替高 柳安言薄唇微动开口道 你还是先躲过这招再说吧 下一秒秦浩顿时一惊 对方竟然手掌中丢出了三根神针 陛霞弓神通风脉飞针 秦浩微微侧身躲闪 速度快到出现一道道残影 一旁无工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差点就被钉在墙上做成标本 一名小孩子笑道 妈妈快看这无工漏水 柳安言此刻也收起了轻视的态度 有两下子 不过你再不出剑便没有机会 秦浩说自己说让三招自然不会食言 倒是柳姑娘出手切磨伤到周边游客 柳安言说她自有分寸 那么接下来就看看你有什么能耐了 秦浩看着妹子手中一道道灵气化丝 竟然已经到了隔空玉珍的实力 这下情况不太妙了 家伙 紫袍天师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抱住了陛霞宫仙子 难道天师也要和哥哥一样 他房被网抱了吗 此刻紫袍天师和仙子柳安言的单挑 被全国直播 柳安言不再留守一招隔空玉珍 向秦浩而去 秦浩微微身形一闪 化为一道残影避开神针 秦浩脚底灵须飞云步疯狂游走 柳安言看到年轻天师步伐还算不错 只是可惜今天的对手是她 想用灵活的步伐躲过攻击痴心忘形 秦浩也瞬间发现对方确实有些门道 柳姑娘先用这招飞针杖岩法 然后将人困在阵法中 这隐藏的第二招才最致命 柳安言开口道 哪怕天师是助击修为 但也不可能抵挡助天才银丝的锋利 胜负一分 天师还是赶紧认输吧 不然再打下去可就输得太难看 秦浩笑了 柳姑娘这事还没得冠军就先庆祝啊 你离我这么近难道不怕吗 柳安言被秦浩问得有些发愣 问她到底几个意思 下一刻秦浩直接当老六 对着妹子用出了真火灵萌 这让柳安言难以置信 她的天残银丝可不是凡物 这火竟然可以点燃她 瞬间火势太快 已经逼近她的身体随时会被灼伤 秦浩张开嘴巴对着周围就是一顿猛吸 呼风唤雨朝风煞 那间周围狂风刺激 柳安言一个没踩好脚底出现了大话 关键时刻秦浩伸出了绅士之手 开口道柳姑娘莫慌 平道在等你的第三招 见到自己的御手被男人摸倒 柳安言瞬间小脸变得面红耳赤 大喊道让秦浩放开她 秦浩被吓出了冷汗 还好是在大厅广众之下 周围的人可以为她坐证清白 随即两人沉默了半小时 一群吃瓜群众纷纷说道 天师大胆地干他 我们可以帮你证明清白 一道道嘲笑声响起 美女认输吧 这水瓶就不要出来打假了 秦浩眼见情况不对劲 开口道柳姑娘刚刚是秦某冒犯了 不如此次就算个平手了 这些相特话说的有些过了 还是先给她一个台阶下吧 柳安言开口道天师这第三招 请你拿出真本事来吧 若是你能接住便是我输了 秦浩说这样也好 不过三招过后 他也会做出反击 柳安言求之不得 他也想渐渐当代天师的实力到底如何 下一刻水晶高跟邪猛的发力 瞬间浮现悬停在半空中 宛如一尊仙女下凡 周围光芒闪烁 一群观众炸毛了 卧槽 这就飞仙了 好仙啊 以后他就是我晚上做梦的对象 柳安言却是一滴泪水滑落 师父 弟子不想认输 请你原谅我 随即咬破嘴唇流出了一滴精血 竟然是以精血为引来驾驭神针 柳安言抬手一挥 精血与神针开始融合 秦浩有被震惊到 莫不是失传多年的毒龙钻 天师若是能接下此招 今日便是安言败了 下一刻一道攻击 伴随着血煞之气的赤血神针射击而出 秦浩看着以精血为引攻击 一动不动 这招确实很厉害 不过可惜了 血煞之气最具雷法 此刻一道掌心雷出现在秦浩手中 柳安言难以置信 自己引以为傲的一击 被对方轻松破解了 赤血神针已经被雷法停住 咔嚓一声 血色神针被雷法击成两截 本命武器被捂 柳安言立马遭受到反噬 捂出了一口西瓜汁 身受重伤的他从高中直接掉落 同时也有些欣慰 青云山并没有没落 后继有人了 突然一只手接住了柳安言 正是秦浩出手了 将坠落的妹子接住 这样近距离的接触 让柳安言心中小鹿乱撞 他竟然在同一天 被同一的男人牵过手 此刻更是被对方直接公主抱住 一口一个相信科学的死刀天师 今天摊牌不装了 百教休闲了 此刻一名主播大喊 铁之们快看了 天师抱女人了 直播间人气瞬间爆炸 天师这是要开始说后宫了吗 天师竟然抱着其他女人 难道我这两百斤的身材 也得不到天师的青睐了 卧槽 再见了我的爱人 老娘要失恋了吗 柳安言此刻一脸羞涩 内心疯狂小鹿乱撞 已经不敢再直视秦浩扮 他小声开口道 天师已经到地面了 可以放下来了 秦浩也是意识到自己刚刚失态了 连忙道歉自己刚刚出手过重 让柳姑娘受伤了 柳安言拱手行礼道 这次切磋是天师技高一筹 安言输得心服口服 秦浩说他是占了地力 在自家山门斗法有灵气相担 不然与柳姑娘切磋 谁胜谁负还不一定 一群相克纷纷给天师竖起了大拇指 天师是文化人 说话水平那是相当高 又有颜又高情商 而且还坐拥一座山头 这简直就是现代都市女性的择偶标准 突然秦浩掏出一罐药卷 递给了柳安言 关心到柳姑娘刚刚施展秘术伤了身体 这蜈蚣酒刚好可以美容养人 撕补身体 柳安言却不好意思收下 他此次就是来打假找她 本就理亏 如今更不能再要领悟 秦浩却告诉他 你刚刚已经伤了根基 若是不尽快修复日后修为 恐怕无法再做出事 而且 你也不想自己的师父担心吧 柳安言感受到天师的博爱 也不再多说 大恩不言谢 日后商好定请天师去山门做客 为此次鲁莽行为赔罪 秦浩让他不必如此 届时自己有空 为登门拜访一下清泉真人 了解一下老天师的事情 柳安言看着眼前的天师 他发现这天底下的男人 也没有师父说的那般可恶 或者老天师的纠葛 他真的可以化解 秦浩见到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 转身准备离开 让柳姑娘自辩 这是一名主播冲过来让等一下 天师您刚刚又是飞天又是雷马 总不能说是特效了吧 您之前总说相信科学 但每次都用仙法 这让谁友们纷纷都想入山修行吗 就是了 天师之前你都不承认 这一次大伙都看到了 天师该不会还想狡辩吧 秦浩一脸黑鲜 这下完犊子了 这些网友果然不好骗了 竟然如此 那本天师也就不装了 今天开始摊牌 我乃青云山第106代天师 传承正统道马 天雷可正 卧槽 天师的一句话 直播间直接上了热搜 现在人数还在暴涨 主播立马过来求天师继续再露一手 让刚来的谁友知道 这106代子豪天师的实力 秦浩却一手将人挡住 男男授受不欺 下一刻一道机械音响起 新任务 请宿主在青云山布置大阵 任务完成获得奖励 一目先天一气大琴拿 天师的小菜园面积增加3亩 香火值增加10万 也罢 竟然今天大火热情高涨 那本天师在为大家录一小手 主播激动大喊 各位老铁火箭准备好了 注意看 前方高呢 秦浩笑到这系统还真会来时 每次都在关键的时候来任务 挑选系统商城的阵法 他开口到诸位香客 我将在青云山设下一座护山大阵 各位可别看走脸了 说罢又是直接弹射起 飞向半空之中 彻底摊牌布装了 柳安岩看着这速度 太快了 他身体绝对承受不了 秦浩来到青云山上通 第一步就是聚灵大阵 将周围的天地灵气汇聚在一起 煞内间他丢出一块阵斧 口中念念有词 聚灵大阵 下一秒周围百里的灵气 疯狂地向着青云山分涌而来 这磅礴纯净的灵气 让香客兽意飞起 毕姑娘二十年的狐臭 瞬间被吹没 毕老头十年的痛风腰 瞬间好吗 十八岁的男孩子 突然又能站起来了 感觉自己又醒了 唯有柳安岩最为吃惊 这可是聚灵大阵了 这浓郁到极致的灵气 哪怕是个白痴 天天待在这里 都能拥有修为 秦浩看到众人的反应 却笑了 这才哪到哪呀 好戏才刚刚开场呢 接下来才是好东西 在座的诸位今日有福了 当代紫袍天师 不教科学 打教修仙 竟然当着全世界使用仙 此刻紫袍天师 屹立在青云山上 一声大喊乍响 激活至灵剑阵 一群吃瓜群众 直呼我敌青娘啊 天师这次整很活呀 你们快看 连天地一项都出来了 青云山宗门上空宛如仙 一道七彩琉璃 灵气法剑贯穿天际 一名老者瞬间误了 他懂啊 天师一定是剑仙下方 柳安岩已经麻木了 这还能算是人吗 助击七修为 竟然能一人催动一方大阵 天师现在应该灵气不足了吧 秦浩在空中清吐一口灼气 他很是不理解 催动不止一座大阵 体内灵气竟然没怎么消耗 究竟是系统送的阵法够精妙 还是他太强了 柳安岩在下方看着天师停下来 这才松了口气 应该是在调息了 助击七修为 绝不可能再支撑下去 结果秦浩突然就动手了 他准备来波趁热打铁 柳安岩刚刚说完就被啪啪打脸 这天师真不是人 下一刻一道威严厚重的钟声 想撤着方青云山 金光大阵也被激活 山门里的一群香客 瞬间感觉像是被金光罩住一般 艺人怀疑这金光完全没有感觉 难道是青云山倒出来的投影克小 一位投铁地向着金光打出了一拳 开口道 用力打击的话 感觉会有着阻碍感 有人瞄懂 这一定就是所谓的护山大阵 高空中秦浩在完成任务后 获得了系统奖励 一目先天一气大琴拿 天师的小菜园面积加三目 香火值增加十万 秦浩看着真撇霸手套 还真不错 这竟然是真武级的神通术 眼看奖励到手 展示装逼也够位了 秦浩大手一挥 将金光和法剑两个大阵给撤销关闭掉 这可都是白花花的钱啊 大阵一开灵气疯狂消耗 节约才是青云山的准则 在下面的柳安妍已经在疯狂颤抖 秦浩降落来到她面前 看到这一幕问道 柳姑娘是身体不舒服吗 要不要喝点热水 柳安妍说她没事 只是天师刚刚展现的神通太过吓人 安妍沉浸在其中 物而无法自拔 秦浩说到柳姑娘若是感兴趣 日后我们可以深入交流 互相探讨 柳安妍听后小脸更加红润了 天师竟然愿意和她探讨 而且还可以深入交流 能力如此出色 人又帅 技术又好 简直就是修行界的高富帅 柳安妍连忙让自己冷静 此地不宜久留 不然针把持不住 她拱手告辞 说时候不早 虚回宗门复命了 突然人群一阵骚乱 这让秦浩吓了一跳 一群粗壮大汉 纷纷大喊天师留步 现在拜师里多少一位 结果秦浩一个弹射起动 避开了这群饥渴的男女 她开口道 各位相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修行还是从基本做起吧 众人一听觉得 应该是天师认为 他们资质不够 当然也有人 听了天师的话 每日一晒 天天扶老奶奶过马路 就在当天新闻报道 八旬老人 被人扶着一天过马路数百次 秦浩回到了后院菜园中 第一时间就过去看看 系统增加的三母灵器菜园 新增的这些面积 他打算种植一些蔬菜 这样的话 山门弟子也能吃些好的 忽然在菜园中 一道黑影掠过 秦浩一看 竟然是一群中 分头背带裤的小黑子 这群混蛋 竟然在他的先天葫芦藤上 练习唱跳 秦浩连忙过去查看 还好没有损失 不然今晚他就要吃炸鸡了 下一刻他却发现了问题 灵器竟然在一出 系统提醒他 灵器吸收值到达上限 当前先天葫芦藤营养不良 需要消耗香火之投胃 秦浩埋态这系统一点都不智能 还需要人工投胃 下一秒他人傻了 这次投胃催熟 竟然花费了他五万香火之 这系统上一世是资本家呀 割韭菜这么熟练 青云山紫袍天师 今天遇到新的点赞 究竟是正义天师傅的 五位道法厉害 还是便宜僵尸科学怪人凶猛 就在当当天师看着 催熟先天葫芦藤 竟然需要五万香火之 这让他陷入了沉默 上辈子自己是个996社畜 被无良老板压榨 没想到成为紫袍天师 依旧是在帮人打工 被坑香火之 此刻的系统在天师的心里 已经被划分为小黑子 看到天师打算放弃 系统再度抛出一个诱语 提醒 先天葫芦成熟后 可接出真武及法宝 秦浩看着这套路满满的陷阱 他可记得上次转盘 给的不是会唱 跳打篮球的小杯子 就是会抽烟的老乳猪 系统再度开口道 绝对没有骗人的喵 秦浩一听 还是喵心人类更不对劲 不过看着还剩三十万香火之 花五万单车便摩托 也不是不可以 一瞬间五万香火之 化为养料直接催水 先天葫芦藤 果然接出了一个迷你版的葫芦 恭喜宿主消耗香火之 先天葫芦藤成功进入结果期 宿主获得一颗黄皮葫芦 秦浩看着这一丁点的小葫芦安慰自己 浓缩就是精华 随即想摘下来看看 结果赫然发现 他住机器的修为竟然拽不动 这不是在逼他下死手吗 异禀八卦宝剑瞬间被掏了出来 系统提醒 先天葫芦藤当前成熟度5% 请勿强行收取 这让秦浩感觉自己上了对方的大笔 5万箱火值说没就没 系统给出了官方解释 他只说过可以催俗 可没有说过一次就成熟 秦浩彻底忍不了 这货竟然跟他玩电信诈骗套路 无限充值套啊 这是系统第一次出现解释的 你之前没问啊 你如果问了我绝对会说 秦浩问到这就是你本体 系统喵说这是他在这个世界的投影 为了补偿秦浩这次的损失 系统让他放心之后 会多派发几个高箱火值的任务 秦浩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刚刚这喵说是投影过来的 也就是说他不存在于这个世界 显然系统喵不打算解释这个问题 秦浩立马看出了对方的不老实 想蒙混过关 没那么容易 秦浩将系统先录为敬让他老实交代 不然有他好果子吃 躲在暗处偷偷观察的熊大 看到天师在自言自语很是害怕 知道天师心情不太好 还是别撞枪头上了 今晚再来看药员 当天夜晚一辆黑色轿车急停 男人对着车上的司机开口道在这里等 车上竟然是一名丧尸 手带劳力士身穿背带裤的年轻男子 他缓缓地走进了龙广市的一家孤儿院 打开门时里面安静的可怕 这让男人感觉到情况不太对 他开口喊道 苏院长在吗 是我来了 突然角落边发出了一声一响 男人开启了黑暗视觉 看到了一道人影躺在那里 这名女子正是孤儿院的院长 男人过来查看女人的脉搏 只是短暂的昏迷 显然是被人打晕了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突然一道黑袍人出现在男子的面前 开口道你终于来了 面具黑袍人笑道 为少爷首次见面 还请多多指教 为少爷一个单手托马斯回旋 一脚猛地向突然出现的黑袍人踢出 几个闪退后 黑袍人开口道朋友先别急着动手 为少爷一脸戒备道 我可不是朋友 也不想知道你们要干什么 不过现在给我滚出这里 突然又是一名黑袍人出现 让他消消火气 先看看他手里的东西 只见男人抱着一名小女孩缓缓走出 为少爷明显认出了女孩 他大喊道文文 男人自带红眼特效出场 手中的小女孩已经处在昏迷状态 这让为少爷瞬间愤怒无比 竟然对小孩子下手 黑袍人让他放心 这些孩子只是昏过去了 暂时还没有威胁 不过他们有一个条件 结果话刚说完 为少爷就是猛地一拳怒冲而起 他从不接受任何威胁 一拳结结实实地打中了黑袍男子 但下一刻他就震惊了 对方竟然纹丝不动 而且还用一只机械手臂将他抓住 猛地一摔为少爷如断线风筝 飞出好几米 轰的一声 厚重的墙体竟然被砸穿 顿时碎时刺剑 另外一人开口道 老沙呀 你下手好像有点重了 万一弄死了怎么办 不过还好 咱们这位为少爷还是很抗打 因为他并不是普通人 不可能被简单的一击就打死了 人家可是货真价实的僵尸呢 玩鬼是连连 大街上总有妙龄少女失踪 局里队长对此也是束手无策 只能请子袍天师下山破案 午夜一道身影被追赶到小巷 一名年轻女孩正惊恐地 在昏暗的小巷中逃窜 结果不小心被一个垃圾桶半逃 这也让女孩摔倒在地无力再逃 一个紧身裤痘痘斜斜的男子缓缓走来 怒骂臭丫头继续跑啊 几个流氓正一脸吟笑地看着女孩 宛如带宰的羔羊 为首的飞机头捏住了女孩的下巴笑道 今天陪哥几个玩通宵吧 女孩显然不愿意 反抗大喊滚开 不然他就报警了 飞机头没有半点怜香惜雨 瞬间便给了女孩一个大光 一名小弟走了过来 开口到虎哥体力活 还是我来干嘛 让我先好好教育他一下 男人直接走过去将人锁喉拎了起来 就在四人准备下手行凶之时 突然背后发出吵闹的声音 这让飞机头很是不满 回头问道搞什么鬼 两名小弟大喊救命 此刻正被一个中分背带裤的男人拎着 下一刻伴随着两道惨叫声响起 鲜血四剑 飞机头怒指你是谁 为何动手杀我兄弟 中分被带裤的为少爷将人丢在底 缓缓向前走去 沙拉机与人家从来不需要理由 飞机头眼看来人不善 让小弟抢子掀上 小弟觉得这样安排很合理 拎着小刀就想准备去帮为少爷刮杀 中分已是无敌路 况且外加被带裤 这样一刀突刺 不堪一击 小弟被为少爷直接将隔夜饭都打了出来 他让小弟看清楚 自己所谓的大哥是什么德行 正在逃跑的飞机头 突然发现一道黑影飞了过来 下一刻被飞过来的小弟砸得正硬 飞机头立马求饶到 家里还有一个瘫痪50年的孩子要照顾 背带裤的为少爷 显然不会相信对方的鬼话 想用鬼话来骗僵尸简直可笑 当他露出本体时 男子瞬间被吓尿了 下一秒为少爷对着男子脖子上 大动脉就是一顿注射 飞机头在肉眼可见的肝骨 妙龄红裙少女看到这一幕 更是被吓得颤抖不止 再度逃跑大喊道 救命啊 怪物杀人了 为少爷将男子吃干后 却没有继续追击 而是退出了吸血僵尸状态 嘴中喃喃道 好吧小姑娘 这次算是长一次教训 以后记住千万不要再胡乱走进小巷子里 女孩跑到大街上 刚好遇到出警的同志 她大喊道 救命啊 已经死人了 此刻小巷子里 飞机头已经被同化 为少爷想着家上带着这个还没死的 今天转化人数已经够了 很快两名警员便赶到案发现场 一名警员确认地上两人已经凉透了 这样的死法和之前几宗小混混失踪案 咱们天天巡逻没想到案件还是接连发生 突然梁队长发现了上面有情况 他瞬间掏出了手枪 结果对方显然不简单 竟然几个身形就跳上了高楼 警员看着这种情况 问道队长我们该怎么办 梁队长知道这已经超出了能力范围 所以专业的事情 就要交给专业的人来 现在去青云山请天师出手 今日地匣宫柳安岩替天师下山除魔 天师化身护气狂魔偷偷默默在暗地尾随 就在刚刚柳安岩再次来青云山寻找天师切磋 静风开口道 天师这段时间一直在闭关 若柳姑娘有急事可告知我替你转达 柳安岩赶紧摆手 说不用麻烦 他过几日再来便是 静风看着柳安岩离开的背影思索起来 这时一名小道童问道 道长柳仙子为何最近天天来找天师 静风笑道你还小不懂 此乃雨水之欢的前置 柳姑娘是想开了 要与天师深入了解探讨武学姿势 小道童开始脑补 与河水相交 难道是一起玩农药 此刻的柳安岩心扑通狂跳 让自己一定要矜持啊 最近这样子天天按捺不住来找天师 很容易与天师传出绯闻的 以后一定要克制 等合适了再来找天师深入切磋交流 突然青云山来的一位不速之客 警员大喊道 请天师在吗 静风眼看柳安岩还没走远 同样说到天师在闭关 有事向伤还请改天再来 警员一听大急 说这件事情很重要人命关天啊 劳烦道长转告天师 就说城里出现僵尸杀人事件 局里请天师下山相助 这让静风很是为难 出现僵尸可是大事 但天师却吩咐不可去打扰他 这时柳安岩走了过来 说天师在闭关 这件事情就让他来处理吧 警员一眼就认出了 这位是前几天与天师斗法的女修士 相比修为也是不弱 他问到仙子真的愿意冒险去对付那僵尸吗 柳安岩说自己也是享受民众相务 自然也该庇护一方平安 随即让警员带路 警员知道天师闭关应该是一时半会请不到 不过能请到一位道横高深的女修士也不错 静风看着离开的两人 他知道柳姑娘愿意出手 应该是为了还天师一个人请 下一刻秦浩走了出来 开口道静风最近几天做得不错 每次都帮我把人挡回去辛苦你了 静风说这是应该的 只是天师您大可不必一直堵着柳姑娘 秦浩也是无奈之举 这姑奶奶天天想找他切磋 他却只想摆烂修行 静风笑道天师若是真如此想 那怕是无福销售这份美人恩情的 秦浩瞬间觉得这老家伙飘了 开始以老卖老教他泡妞谈恋爱 他开口道在说一些奇奇怪怪话 莫怪我惩罚你了 随即秦浩认真说道 他也该下山一趟 在他不在的时间里 山门就先给静中处理 竟然城市内出现了僵尸祸害百姓 身为子袍天师也该出处理了 静风让天师放心除妖 山门内的事情他会操持好 内心却在偷笑 天师嘴上说毫不在意 其实内心却在担心柳姑娘的安危 着急下山帮柳姑娘护道 此刻的警察局内 柳安妍自我介绍道 清玄关修士柳安妍 前来协助除魔 感谢柳小姐的到来 你好 我是这次事件的负责人 梁队长 柳安妍问到僵尸现在在什么地方 此等邪物应该紧早铲除 涌出后患 梁队长让他先等等 这次他们还请了一位佛门高僧来相助 打僵尸请和尚 这让柳安妍很不理解 这专业也不对口啊 简直偏刻到离谱啊 这是一道声音响起 这位修士此话有识偏颇 佛门只是打鬼物比较多 但打起僵尸来也是嘎嘎生猫 佛门俗家弟子望尘 定邀前来助阵消灭邪魔僵尸 当修仙大佬遇到科技变异僵尸 谁会更生一成一 今天紫袍天师的小迷妹柳安妍 带天师下山来杀僵尸 结果看到所谓的搭档 佛门高僧竟然是个小孩子 这反差有点大 高僧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再不计也得是猛如虎的那种吧 此刻父亲是柳安妍 连梁队长都一脸疑惑 这也能叫做佛门忠人 吴臣告诉他们时代变了 入佛门不需要一定给光头 梁队长问同事该不会是被骗了 同事说不会有错 他是去禅乡寺里找他 梁队长直接说明 这次对方的是传说的僵尸 和尚打僵尸好像专业不对口 吴臣开口就是撒家自幼在佛门修行 什么高端诡局没见过 别说是僵尸 就算是师祖来了也是三气侃 梁队长听着就很不靠谱的样子 在他内心已经将吴臣划分为花和尚的行列 这是柳安妍直接动用灵眼 这小和尚虽然满嘴跑火车 但一身修为却丝毫不弱于他 周围更是有着金光护体 很显然身上有宝物护身 柳安妍告诉梁队长 不需要担心小和尚 他的实力并不弱 吴臣笑道 这位仙女姐姐好眼力 你我看来有缘分啊 梁队长也只能相信柳姑娘的话 吴臣直奔主题 问那僵尸现在何处 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根据我们的调查 他已经隐藏在一处废弃的工厂 柳安妍看到视频却大为震惊 看情况这僵尸好像是在巩固自己的事 他问到僵尸是否在制造野生物 梁队长一脸疑惑问这是什么东西 简单来说就是被僵尸咬过的人 他们并不会直接一遍成为僵尸 而更像是西方的丧尸 梁队长说这样的怪物他们遇到了 用枪就可以对付这些东西 柳安妍听后开口道 梁队长下令今晚行动 让特警大队准备支援 这一次要一网打尽 端掉对方老巢 与此同时一处废弃工厂地下实验室 一名男子大喊求饶 说他虽然烧杀掠夺 但他还真的是一个好人 背带裤的为少爷说 你这也能叫好人 那别人不是见到我都得尊称我一生佛祖 说吧直接给对方来了一针特效药 告诉他一针下去干净又未射 要笑在一瞬间便是开始起作用 男人变得面目争鸣 为少爷面色也变得异常的紧张 下一刻男人突然正开了束缚的手脚 整个人在快速一扁 体积更是暴涨了好几倍 这时两道黑影走得出来 鼓掌夸奖得很不错 这次新形态的施化人 做得比之前的都要好 为少爷却丝毫没有理会量 而是仔细地打量着 新形态的施化人有没有什么异常 随即将药剂丢给面具人 说到交易完成了 现在可以放了那些孩子了吧 面具人让他先别挤 等试了药剂效果没问题 他一定会放开 为少爷面色不善道 我再信你一次 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面具人让他好好做事 那样子孩子绝对安全 为少爷冷哼一声 真当他是傻子不成 用这些药剂转化后的施化人 到时都会听从他的控制 等时机到了他亲自动手 去解救被抓的孩子们 见到佳琪柳安妍被怪物暴衣休云 当代兼尸的怒火连苍天都压不住 深夜梁队长带领特战队 和两位高人来到了一处废弃登场 小和尚身披袈裟听着Oh My K 开口到情况不对劲 一个守卫都没有 柳安妍开启了灵眼 看清楚怪物都潜藏在仓库里 梁队长让两人先别急 这些丧尸小兵交给特战队就行 随即下令行动 见到怪物准许用火力压制 很快第一波交锋便开始 行尸走肉的丧尸在致命的火力压制下 毫无还手之力 小和尚瞬间化身小弥地 当兵曾经也是他的梦想 可惜当初身高不够 柳安妍提醒喊道 千万别大意 有厉害的怪物正在靠近 结果话音刚落 一只肌肉型丧尸猛地冲击出来 特战队的子弹竟然根本打不进去 丧尸身体宛如铜墙铁壁 而且速度更是快的惊人 仅在一瞬间便一群打飞了先锋队 更是想当场灭杀掉这只特战队 这时一旁的小和尚动物 化身成为了一道流光 大喊道雕虫小技也敢来班门弄死 是我一招少林大力金刚指 随即一声我佛慈悲 今日便让小僧邦尔等做一场物理超度 就在小和尚装逼的时候 丧尸已经齐齐暴射而来 小和尚一声 大威天龙 世尊地藏 般若诸佛 般若巴马红 将能把天庭打崩的大威天龙施展了出来 梁队长都看猛了 原来法海真的是出身少林 与此同时高楼之上两道黑影 正看着这一切 强壮男子询问道 要不要我出手去灭杀掉这些杂碎 另外一人淡定开口道 你下去将那个女修士给引走就行 那为什么不全部杀了更加省事呢 面具难笑了 他觉得背带裤的为少爷肯定还有事情瞒着他 让小和尚给为少爷添点乱看看 高大男子开口道 还是大哥你心思整理 就按你的计划来 随即男子便从武士楼跳了下去 大笑道楼里门 大爷来陪你们玩一把 下面的柳安岩让小和尚当心 这个敌人不简单 小和尚立马闪身躲避 这要是被砸中 那不得当场隔屁 黑袍人瞬间来的兴趣 有些意思以刚刚落下的速度 一般人早就去见阎王了 小和尚开口问道来者何人 此人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吴臣听后大怒 手中佛珠怒甩而去 想要一边送人去西方见佛祖 结果全力一击竟然被对方轻松握住 这让吴臣震惊 法导念珠竟然被黑袍人拉住 而且对方的力量着实可怕至极 仅在瞬间对方的攻击已然来到了吴臣的面前 千军一发柳安岩出手了 喝到邪魔外道修得猖狂 林立玉真一击便将黑袍人射上 这让黑袍知道自己答应了 对方竟然还有高手 柳安岩让黑袍束手就擒 否则出手必定神魂俱灭 但对方却爆发出更强大气息 这一刻他煞气四气 一道道黑色气体被黑袍人巨煞成波拍击而出 柳安岩出手挥动法阵抵挡攻击 让众人小心 这东西碰不得 此刻的黑袍已经跳至空中 刚刚的攻击只是虚张声势 他真正的目的就是引人离开 知道被人戏耍小和尚愤怒无比 竟然被对方摆了一道 柳安岩让小和尚留下来帮助梁队长 这里的僵尸就交由他来队 而这个黑袍他去追踪 说罢直接遇空飞行 直追刚刚黑袍逃顿的方向 无尘这才发现 他的实力修为还是不够 难怪之前师傅一直让他少打游戏多修炼 与此同时城市上空 一只大飞鸟正在低空飞行 追漆而来的秦浩找到了一个最高点 观察一下城市中所谓的怪物 下一刻只见他眼貌金光 瞬间开启了真火灵帽 很快他便发现了郊外的一处地方 那里血煞之气冲天而起 必定有邪魔作祟 秦浩让系统可以发布任务 该干活正点香火值了 随机新任务触发 阻止僵尸病毒危机 任务完成获得奖励 先天混沌道体 预见分光术 香火值加20万 秦浩看着这次的奖励 先天混沌道体 莫非能让他获得非凡的修仙体制 但下一刻他脸色大病 系统竟然触发了警告 警告 宿主救世遭遇危机 请前往解救 成功后奖励金丹大道胎西 这让秦浩瞬间想到了柳安妍 这怎么可能以他的实力 应该不会遇到危险才 当角色仙子柳安妍 陷入苦战更是打到暴衣 还被活抓带了回去 天使的脸色阴沉得可怕